林先生 我是唐阿姨介绍过来的 这是我的资料 林先生 我知道您是普遇家族的催婚压力 才来相亲的 我身体不是很好 医生说我可能活不过三十岁 您和我结婚 等您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以早死 并样子 是 只要您愿意 我可以随时和您结婚 于小姐你走错包厢了 林先生在隔壁 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早上忘了吃药了 脑子不太好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你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认识 是的 沈先生 于小姐她从小不如生亡 她舅舅想把她嫁给一个残疾人 她为了自保 不得已才在这一个月里不停的相亲 先生 张小姐还没到 今天相亲去取消 另外 通缉个教育唯一的 明天到明镇只能考虑症 好的先生 想必能让先生一眼看中 这位于小姐 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啊 病弱 能早死 有劳你了 鲍鱼小姐 别太客气了 曾经说这个内向也脾气暴躁 很多手里 她父亲给她选联姻对象 女方都不敢嫁 她嫁过去就横死了 真的吗 你把那拖油瓶带回家干嘛 万一以后让她知道了是你 联合外人去抢瑜伽的财产 还在车上坐手脚弄死她爸妈 她能不报复你吗 就当家里多了个夏天 明天啊 你把这个给她喝了 看一个病样子 还能翻个什么浪来 我是活不了多久了 刚在那之前 孙家 唐家 韩家和顾家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一定会把你们全都拖下地狱 舅妈 在心里一生会所实习 有那么忙吗 某些人该不会是打着实习的幌子 和同事暗中取款吧 妈 就她以前抢我男朋友 就说明她深信放荡 您要是不好好管教她 她以后肯定会丢孙家的脸 这要死不死的病样子 也配合我精致欲业的女儿抢 你赶紧回去房间吧 看见你就恶心 余小姐 明天上午十点半 请您拿好户口本 前来办理结婚证 先说好 虽然我们结婚了 但是我们是协议婚的 有三点规则 你要遵守一下 第一 不许跟着我 第二 不许都外公开我们的关系 第三 不许干涉我的思绪 哦 好 还有 你是我的人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要站在我这边 懂吗 你放心圣上 我肯定会坚定如意的抵着 你说过你能活到三十岁了啊 别刚结婚 就死在我别墅里来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我每天按时吃药 你跟朋友三十岁 不给一天拿的 走吧 先过新家别墅吧 少爷 夫人的视频 夫人 盛世的生母难产而死 这个是他后妈 听说他和家里的关系 可不怎么好 这唯一吗 我是小四的母亲 你和小四一样 这我母亲正好 好的 夫人 原来是墙装着 哦 我们累了 没什么事就先挂了啊 我呀 今天说话 仓处 以后能消失不在的时候 我再跟你联系哦 哦 那我 你叫 别打扰我 哎 少爷 看来 烧腹人的心啊 还是在您这 不会轻易被那边收买的 还行 除了有点亲自的愚蠢 其他还算水年 哎 就是命苦 我查过了 从小父母上网 被亲舅舅孙明堂养在家里 从小呢 就是吃了用的 都是捡啊 孙家女儿 吃身家的 他有被虐待的经历 少爷啊 你得好好对待 少夫人呢 行了 真老师 我来这 你送他 他大了 那我下次多放点眼 从小父母上网 被亲舅舅孙明堂养在家里 从小呢 就是吃了用的 都是警察 孙家女儿 吃身下的 又爷爷 嗯 你这孙家 一直都这么平均 是不是我哪里 做的不好 惹你不开心了 你可以提出来 我会赶到 还真供着软包子一样 谁都能捏亮吧 你这眼睛鼻子嘴巴 怎么全挤在那块 臭不老气的 你盯着我看看是吧 有意见啊 没有 姐姐说 你长得又丑又凶 但我觉得挺好看的 你是我见过 五官长得最好看的男人 姐姐 就是孙家那个女儿 嗯 这是我福卡 不信我 那生叔带你去卖这套衣服 宝贵了吗 至于孙家 从来还没有人敢编排我 我给你靠着铲 我去来这么多吃了 和世界这么好看的服务员 找他好纯啊 哈喽 你们好 你怎么来 夫人 给我送来的礼物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来找你 哎 哎 是个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这个女人就走了 那是他老婆 啊 老婆 是我不好 打扰你了 但是夫人她们一二代 再而三的两性 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别说小子 老计结婚 谁遇上庭 啥巴了 脱不断了 放松 健康健康位 注意点就好了 谢谢医生 怎么出去一趟 还去医院了 没事 圣叔 细胳膊细腿没半点用 你们伺候吧 还有 不要压抑自己正常的情绪 你不要压抑 你要学会接受它 圣少 外头 接着脱脚 谢谢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啊 那你一直盯着我看看是吧 我觉得你长得很好看 服你的药 少说废话 死兵秧子 你怎么不去死 给我的论文你敢抄袭 信不信我弄死你 姐姐 我没有抄袭 你去申请复合吧 应该是机器出问题了 我每次给你写的论文 都是我自己认真写的 绝不敢含糊 行 我就信你这一回 如果复查出来再有问题 我就让你去地底 见你短命的爸妈 废物 这点生活不好 圣少 孙家人经常对你大呼小叫啊 还好 还好 这狗叫生都会把这别处给震穿了 他的论文内容 是我让人修改的 他就是抄袭 你不准帮他修改论文 更不准拿大名成前 不让我捏死 陪我去买些东西 哦 今天余为一回家 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发了什么死一堪 被爆出飘起的丑 别生气 为了那个病样子 生气不值的副审 接我出来 你就清白了 长得真好看 看你吃饭真飞气 不好意思啊 圣少 我消化功能不是很好 吃得比较慢 以后出门 我给你配两个保镖 你这小生门打不赢别人 就让保镖动上 以后孙家要是再找茬 就让保镖上 别一天到晚老是别人欺负 有我的理 谢谢你 圣少 你人真好 贱人 你敢骗我 那天C摊就是抄袭的 居然还让我去复查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想让我出丑吧 姐姐 南楼茶飞馆 我们见面聊吧 虞卫一 你竟敢陷害我 还有保镖 放开 放开他吧 姐姐 我身体不好 雇佣保镖 只是为了能活着 你写抄袭论文来害我 我爸当年怎么没把你堵死 堵死你个小畜生 姐姐 那篇论文我看过了 跟我写的不一样 会不会是有人嫉妒你 故意买同机构陷害你啊 是啊 虞卫一比家里的狗还听话 让干嘛就干嘛 哪有胆子陷害 姐姐 现在事态发展得太严重了 你就算找出陷害你的人 也没有什么用 我记得 你不是参加了 国际珠宝新秀大赛吗 你若是在比赛中拿了冠军 谁还在乎你的论文 是不是抄袭啊 那不用我多说什么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嗯 姐姐 我会帮你画稿 帮你赢得比赛的冠军 但是 你得帮我 让舅舅舅妈 让我搬出孙战 你是不是知道爸爸 要把你嫁给南城报发户 然后逃跑啊 这两天 你赶紧把设计稿画好 之后我就交给所委会了 听说圣上结婚了 不过是为了应回父母而已 取个花瓶在家里摆的 不是什么重要玩意 对吧圣上 对大 不过是为了应回父母而已 不过是为了应回父母而已 取个花瓶在家里摆的 不是什么重要玩意 对吧圣上 对大 关 怎么还生气了 师哥 你不会针对你这个老婆 上心了吧 我的人 不止有问题了 行 没问题 你也想要带那颗歌雪摸了个红宝石 改拍了 来 少夫人 这是老夫人的价格 当年公司面临破产 是老夫人卖了这颗宝石 才救了公司 少爷去贩卖会 肯定是把它给买回来 这颗宝石价值不菲 没想到这丝脾气又臭又暴躁的 还挺孝顺 圣叔 少夫人 来 何必 月灵来 时间不早了 您早点睡 对了 圣叔 我看过结婚证上阿世的出生年月 这周末是他24岁生日 对吗 是的 少夫人 您是打算给少爷庆生吗 他没有庆生的习惯吗 圣老夫人在世的时候 经常给少爷庆生 他走后 只剩下少爷孤零零一个人了 再也没有了 现在 你能帮他庆生 少爷肯定会甘心的 好 我厨艺还不错 到时候我做几只阿世爱吃的菜 少夫人温柔无憾 对少爷又是一片真心 少爷能娶到少夫人 真是上辈子积攒的福气 爸 我又不能害你 你总摆脱这副模样干嘛呀 温爷爷 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带点月色 家和万事兴呀 他们多次想奉点股份 没有一个增心的 来 瞧瞧这个 看喜不喜欢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呀 温爷爷 这 看小威仪的表情 是喜欢这份礼物了 前几个月 就听你说起这颗宝石 爷爷一直记着 也不是什么贵宗的东西 他配你是他的福分 这宝石在我这儿 那盛世不是就普通呀 温爷爷 这个太贵宗了 我不能烧 说白了 他就是一颗蛇头 爷爷年纪大了 再多的财富 也不过是几张指头 走下 谢谢温爷爷 说起这个事 我就来气 昨天在拍卖会 本来一个亿能拿下的 拿来的矛头小只和我干 我戳到三个亿 他才不干了 你说 他是不是缺心眼呢 那缺心眼 好像是我老公 给你的 我一个病人送我的礼物 我借花线说 送你了 那天我就随口提了一句 没想到少夫人真的放在心上 难怪 少夫人今天口吓得厉害 冒着风寒甚至病 原来啊 是给你去项链去了 查到了 昨天拍下宝石的是温氏集团的董事长温老 不过 他还是你老婆的病人 他专程跑一趟 就是为了这颗宝石 对啊 这个宝石价值不菲啊 估计少夫人 费了不少功夫啊 才拿到了 那不止这些 少夫人还说给你庆身 发消息 费心帮我拿宝石 还要帮我解身 难不成 甚至 你说 他是不是在结婚之前就开始关注 那当然了 少夫人对你是真心实意的 在他的心里啊 您是第一位啊 也对 毕竟我这条件 他心里很正常 你答应我的啊 今年生日要送我99只 你亲手折的签纸盒 放心吧 我已经再折了 等我折完 给你寄过去啊 行吧 那你好好折吧 不打扰你了 嗯 拜拜 圣叔叔他要给我庆身 这个就是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好幼稚的玩意 哦 多好意思啊 是 我没听到你经验 送人啊 嗯 礼物 就 全部折粉的啊 哪个大男人用粉色清晴的 看得像成本像 嗯 怎么了 哦 没事 粉色挺好的 就粉色吧 不是 他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那个阿世 你招有什么事呢 那晚上就别折了 被眼睛 您再说吧 不急 大少爷还真好哄 一颗宝石就和颜月色了 今天就是明生日 也是到 少爷打扎 给你等 这么大人了 有什么好处 麻烦 一大早就要送了 也行吧 早晚都一样 盛管家 这是我要寄给朋友的礼物 你帮我寄一下吧 好的 盛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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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给朋友折东西 今天跟我们一起晃什么晃 以后再盛家别墅 不许就这些玩意儿 这么大人的还这么有趣 看得人烦 这 这怎么了 可能是 他不喜欢牵纸喝 不会吧 以前老夫人在的时候 经常这纸喝给少爷 少爷 可高兴了 这么久可能 圣叔 您是不是把我要给阿世庆生的事 告诉他了呀 少夫人 我也是一时 最快 怪不得 原来大少爷误以为 这次是给他的礼物 结果被打脸了 没事 圣叔 您去忙您的吧 我今天一天都在楼上 阿世回来的时候 您告诉我一下 哎 好的 少夫人 师哥 那么过生日还不开心啊 余小姐天天和你住在一起 不会被你这份药子吓到 少提他 吵架了 是不是 不是我说啊 那余小姐那么软面 面对一个人都能吵架 不容易 不是你有病把东西过 张口闭口一个欲文医 他就是个凡人的病秧子 我跟他吵架 他配吗 别去 人家有老婆了 他是有老婆 但是他没有女朋友呀 圣上 你还记得我吗 你不知道我有老婆 没事 我不介意 我特别喜欢你 我看起来不见人家 没有 亲家赶着走小三的人 走上老子了 你 你 哎 师哥 你干嘛去 你给我击过来 你再把这种不要你的人带过来 你他妈有的别见我了 真是周到谁让我 代价怎么还没到啊 三个学校怎么这么丑 上师 祝你生日快乐 平安健康 我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礼物 只好折这些小东西给你了 虽然有些幼稚 你可能会不喜欢 但是我的祝福是诚心的 所以 他亲手折了两份 小的送朋友 大的凄惨天分 送给我 他没钱 从小又遭受到虐的 还把价值连成的宝石送给我 又给我气生 本来就是个死气沉沉的病央子 吊着口气天天气 我还那么凶骂他 我真敢死 笨死 有病的出来辈子 阿世 你在乱什么 我 我 阿世 是 是顺数不放心你 叫我来看看 不是我来的 谢谢你 刘伟一 你就一对品质都没有吗 我都这样了 怪了会被孙嘉宁媳妇 因为我知道 阿世是关心我 阿世 今天太晚了 我没给你做蛋糕 等明天起来 我给你做蛋糕 你给我打下手好不好 我给你打下手 痴心我 大少爷 大少爷心情好像还不错 就是眼底有点乌清 没睡好 阿世 过来帮我打亮枪 把我当狐狸啊 我就是觉得 阿世做的 肯定比我当时做的好 不用招你说 丹丹丹丹丹 少爷 许个愿吧 试试说许愿啊 一定会许愿的 幼稚 我才不许 也帮我许一个吧 阿世 就祝我越来越漂亮 许多了就不灵了 一年只能许一个愿望 帮你许 做梦 那你许一个 希望日文日平安健康 生日快乐阿世 阿世 切碳糕吧 阿世 过两天我们校庆 导师请坐吃饭 晚上我就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嗯 我们地点 定在郊区的 红梅山庄 晚上七点多才开饭 吃过饭 我可能就 长不回来了 又笨又傻了 外面坏人那么 随便挖个坑 就不眼跳下去怎么办 老师是谁 男的女的 我们导师叫贺芳 是你的 是我们大学 心理学的教授 我让保镖 送你过去吧 嗯 我会准时准点 给你发消息的 跟你分下我的位置 谁喜欢吃 我稀罕告诉你啊 说真的阿世 你提起你的名字 我就特别有安全感 觉得心里面贼踏实 你在想什么呀阿世 收起你那部 嬉皮笑脸的臭样子 没有啊 还敢定准 好 不定给你看了 我就吃药了 如果他要跟我告白的话 我就勉为其难地接手一下 把三条结婚规则回收 以后好好跟他跟我认识 余维依 你死哪儿去了 这么久才接电话 姐姐 我刚吃完药 我看你是药吃多毒脑子了 你以前次次第一 现在呢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姐姐 我哪敢呀 我谅你也不敢 第二轮演讲快到了 我必须获胜 拿到最终的奖杯 听到没有 可是姐姐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了 才搬过去几天 就敢唱反调了 你爸妈的林卫 还在我们孙家池塘供着呢 你要是不听话 我明天就去把他们排位给扔了 姐姐 我刚才浏览了一下 中国珠宝大厦的官网 我突然想到办法了 你自己去公司仓库 拍一条蓝钻的视频 在视频里 你可以提一下 舅舅的矿山和钻石加工厂 契合项链的设计理念 只要设计理念足够出彩 眼睛肯定能打动人心 怎么说啊 你个贱骨头 不骂你不说是不是 怎么会呢 姐姐 最好这两天就把视频排好 然后放到网上去预热 废话 还用你说 喂 我要举报孙氏珠宝 接到消费者举报 孙氏珠宝公司 涉嫌贩卖对人体有危害的 不设珠宝 孙氏杰负责人 孙平堂已被检察官代理 接收调查 这只是开始 今天过后 孙氏将不复存在 对 刚才有人跟你打电话 但他挂得太快了 我没来得及给你拿过去 结婚协议上的条款 他都认真理性一下 不敢越界半个人 真快 孙夫人 我跟上庄的负责人 打过招呼了 你有什么事 直接跟不别人去做就行 如果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跟我 和少爷打电话 还有 郑叔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操作弄心干嘛 我知道的 他有点是个智障 我先出去了 孙夫人 一切小心啊 师哥 有没有空 我上次不是在盘盘盒 拍到了几个不错的红酒 咱们出来聚一下 就在 先要去红妹山庄 嗯 也行 我马上电报 少爷 您是要跟莫少他们聚会 走 红妹山庄 我请你换衣服 少爷真实 刚才还是我 这不还是巴巴的去找少婚了 赵成 孙家最大的投资方 只要他撤资 孙家资金链断裂 就算孙冰糖被保释出来 也无力回田 老师 我去趟厕所 嗯 好 你到哪里了呀 路上堵 你就不知道绕个路嘛 我可不知吹嘘 我这个学生啊 就是我说的那么好 你还质疑人家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赶紧的 赫老师可以啊 回水不流万人钱 什么唯一介绍的莫少爷 对啊 也不知道唯一 看不看得上 我们那不中用的儿子 唯一 赵叔叔 好巧啊 没想到在这碰到你了 是啊 我也是学校的校友 想不到啊 在这遇到你 诶 伟一 你是孙总的外甥女 你舅舅公司 发生这么大事情 你知道什么 你就告诉我 叔叔 我倒是听到过一些 但是 伟一 我知道你是好孩子 你就如实告诉我 你放心 我呀 不会告诉别人 哎呀 好吧 我听舅妈说最近好多投资方都撤资了 舅舅又被扣押了 家里现在很紧张 那 辐射珠宝又是怎么回事 辐射珠宝 舅舅公司确实违规受卖有害珠宝了 姐姐参加珠宝大赛的那条演讲视频里面 用的就是辐射珠宝 天杀的 这孙平堂玩音的 我这么信任他没有撤资 他还欺骗我 还让我去保释他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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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威夷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别人 还有啊 你也别告诉别人 如果让你舅舅舅妈知道 他们啊 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了赵叔叔 行 喂 莫老师 好 我这就去 来了来了 您别催啊 马上到了 直接去我房间 什么 不是会客厅吗 都没有改地方了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呀 在我的座就是了 莫西谷 你要是再跟我这样 毕毕赖赖赖的 我弄死你 这是我学生的账片 会已经发给你了 哎 零九号房间 知道了没 哎 别再这样 卧槽 干什么 一惊一下 你想哪抽筋了 弄哪干嘛呢 走啊 哎呀 师哥 我肚子疼了 我有瓶酒放在房间里 帮我拿一下 憋不住了 哎呀 老你好 零九 啊 哎呀 哎 喂 王经理 哎 是我 莫西谷 麻烦你让人把那个 A灯酒的门 锁上呗 啊对对对 我妈基本不住 你们夫妇俩在在里面待一晚吧 不然我妈肯定会拽着 我和尤雷姨见面 这也没有话呀 碧唯一 阿世 你怎么来了 阿世 门好像被反锁了 碧唯一燕 你挺享受啊 啊 你导师贺方 是墨西谷的母亲 尽管墨西谷 在叫老山庄来相亲 啊 阿世 你可能误会了 我们导师可能眼光比较独特 像我这种人 其他人看不上的 那种人 病人 病人怎么 我身家又不缺钱给你治病 以后这种妄自菲薄的话 不要再说了 嗯 那我以后不说了 阿世 这个房间好冷啊 好像没有空调 他这个话想的意思 不会是想让我抱吗 也 不是不行 阿世 我体恤受不了风寒 你的外套 看起来好暖和 外 外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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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捏死你 不就是想借他大衣穿伙吗 也忒小气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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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沙发上睡 你放心 我不会发出声音吵到你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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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岁的考上大学的天才少女是吧 我倒要看看 没有孙家 你是不是还这么厉害 姐姐 姐姐你让我进去吧 外面好冷啊 于渭一 你一定得活下去啊 至少要活到为父母报仇之后 你做个梦吧 一定要活下去 啊 好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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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能被爱起来的吗 没事 不疼 顺顺就不疼 好 扯了正了 无法 无法 他气色怎么不太好啊 黑眼圈还那么重 阿世 你没事吧 我没家 昨天晚上我 好热啊 不是 没开空调了吗 热就热点了 你昨晚做噩梦了 哦 啥 你一边哭 一边拉着我不松手 难道 我还能骗你吗 昨天好像是梦到过去的事了 门开了 我要回去了 你跟我一起吗 哦 还是说 你有其他事情了 我跟贺老师的车回市里吧 你放心啊 是 我们是行婚 你说的那三条协议 我一定会遵守的 我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关系的 哦 谢谢你的衣服 怎么又不高兴了 昨天没睡好 还在起床气 卫一 卫一你没事吧 我刚才看到姓慎的走出去了 你们俩昨天在一起 他有没有欺负你啊 我没事的 贺老师 都是老师不好 老师知道你舅舅 把你嫁给爆发户 老师是想帮你 想让你嫁到咱们家 没有婆媳矛盾 有钱花 还有丑老公不回家 是老师错了 莫西姑 根本就配不上你 妈 别叫我妈 你还好意思说 我上辈子是照了什么念 生了你这个儿子呀 卫一 我们走 贺老师 您莫先生他 他就是个废物 不要理他 我们走 卫一 对不起啊 我居然没有想到那个宅众 为了不相亲 把你和那个杀神关在一起 让你身心险进 您是个老师 我知道你能说过我好 你放心吧 我舅舅那边我会处理好 生态集团有人跳楼啦 据说是生态集团的员工 据说是工作压力太大 生态的待遇是业内顶级标配 而且从不加班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不行 不能让这件事情发酵起来 老师 我还有点事 先到这里下车了 好了 喂 我要爆料 唐氏集团董事长和美女同居 背弃遭康之期 还给情夫购买了豪宅 我有亲密照 我给你发过去 圣氏不能塌 希望唐氏的丑闻 能暂时掩盖住生态集团的事 帮圣氏争取时间吧 圣叔 阿世他回来了吗 本来是要回来的 听说公司啊 有人跳楼了 又赶回去了 阿世 他能行吗 您放心吧 不就是公司那几个年龄大的董事啊 最后挣扎一把 少爷平常也不会跟山镇圈的人打交道 又不是不会 再说了 为了你啊 少爷也会做到的 为我 对啊 你看你身体也不好 为了更好地照顾你啊 少爷也会努力工作 管理好公司 赚更多的钱 少夫人 我接个电话 不会的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他怎么可能为了我工作 不过 我对盛氏的了解 还是太少了 没想到游手好闲 只是他的伪装 他还一直在暗中 打理着公司 少夫人 少爷呢 辞职的公司两个老董事 事情都办好了 他说啊 马上就回来 我说的吧 您啊 不用多操心 照顾好自己身体就行了 您啊 比公司更重要 处理事情果决又利索 如果我们俩能深度合作 一定会事半功倍 最好要盛太集团 直接吞并其他四家 让他们没有翻身的机会 不过 还是得先加深大少爷 对我的信任感 来来收费 你都想什么呢 啊 阿世不是快回来了吗 我去给他做点吃的 啊啊好 阿世你回来了 跑什么不知道地上底跑 你等我一下 这是圣树教我炖的鲫鱼汤 你尝一下 怎么样 你以后想喝的时候 跟我说 我再给你做 身家别住了那么多 我还没那么薪贵 需要一个冰洋的伺候 可是我的平安 还有衣食住行 都是你给的 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 他很单纯 说话也诚恳 包括今天的事 东西被的那么顺便 也是因为 你怎么知道 唐明德在外面包摇女人 我和唐小姐同专业 我无意中撞见他 所以就给媒体爆料了 还不算太全 知道帮我争取时间 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而且别的公司管理者 都有亲人帮忙 我就想尽量多帮你一点 那样你就不是一个人了 然后你就能越还越开心 闭上你的嘴 哦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 那个照相了 他肯定就早就看上我了 协议婚姻只是幌子 就是想做我老婆 你待会把被子 还有枕头 拿到我卧室去吧 以后说一次 啊 我 怎么 你不愿意啊 我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是觉得 我会对你做什么 还是 不是不是 好 我现在就去收拾 舅舅 喂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要不回家来看看 明天回家一趟吧 不好意思啊 舅舅 这两天病人太多了 我实在成不出时间 欲为意 我是你亲舅舅 养了你十年啊 你就那么心肠恶徒吗 利用你姐姐 这我们身家于死地不说 现在连回家看我们一趟 也不愿意吗 你若是真的要和我们翻脸 那舅舅也会再重容 到时候吃苦受疼 就别怪舅舅了 哼 总算装不下去了 舅舅 我肯定会好好 报答你十年养育之恩的 怎么样 他答应回来了吗 都太小看他了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他堵死 这个白显郎不知感恩 你说现在怎么办呀 这病娘子 不知道他住哪 他也不肯回来 你们拿什么换往家的亲历啊 没有赵腾 只要他不撤资 我们孙家还能趁一段时间 喂 赵兄啊 你放心 我已经出来了 一切都是误会 绝对不会影响我们两家企业的合作的 还想把我倒傻子骗了 顺便囊吗 我告诉你 我今天已经撤资了 以后也不会再给你投一分钱 喂 你听我说赵兄 喂喂 爸 我们家不会玩了吧 不行 我不要过苦日子 别人 还不是你这次赵腾事件 看来现在我们只能投放王家了 储子那算什么 哦 过年期末来我会 你先躺一段时间养成习惯 到时候不会穿帮 原来是他寄柳药回来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做好的 其实 欲文医长得真的挺漂亮的 我一个身体太差了 要找医生 帮他把身体调理回来 喂 孙嫂 小姐 孙明堂得知赵总的撤资 气得不行 连饭都没吃就去公司了 他让孙月雪和顾北城 保持好男女朋友关系 从顾家拿出三五千万 来填补孙世珠宝企业的亏控 顾北城哪里拿得出三五千万 他不过就是一个连顾家企业 能看个名外进去 在外打着顾家名堂 要舞杨威的大少爷 好了孙嫂 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 照顾好自己 小姐 你也是 盛总 那我们合作预备 我听秘书说 你合同已经谈完了 所以我就过来了 对了 我新改了水煮鱼的配方 肯定比上班好吃 顺时也好吃 我太太 不过太太还亲自给伯总做班呢 对啊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吃饭 比一个人更有意思一些 这样了 咱们现在是回盛家别墅吗 去公司 你跟顺时说一声 我要留在公司加班 最近事情比较多 让一位一 送小夜馆 先生不会是因为见到伯 太太给伯总送败 所以也让太太送给他吧 之前不该说太太能早死 还你的协议 现在 听到了 好的先生 男人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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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蜂蜜水润着头吧 真是谢点谢地啊 还好少爷晕倒了 不然就 宿叔 阿世为什么会这样啊 唉 少爷这是 精神应激障碍 精神应激障碍 阿世小时候受过创伤 少爷年幼丧母 姑爷刚好在少爷出生后 就开始观影不济 又有暴力情形 少爷吃了不少的苦 再加上少爷继母 秦女士又针对少爷 五岁的时候 被老夫人接到这里 就已经有了病急障碍 为了滋味啊 才这样 本来啊 已经慢慢的好了 今天不知道又 唉 差点啊 伤害到你 我没事 圣叔 你先去休息吧 我招查他十九号 好的 有什么事就把分布 大少爷睡着的时候 没有力气和攻击性 看起来还挺乖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医生还在家里 我去 我昨天都把他 查成那样 他不仅没有害怕远离 还这么心心念想着我 阿世 你没事吧 完了 该不是脑子 出什么问题了吧 少夫人放心 肾上没什么大事 只是睡得久了 脑子还不太清楚 嗯 圣叔饭菜做好了 今天的衣服 我也给你整理好了 我跟许特朱说了 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安排的情景有流 语气又温柔 软绵绵的 阿世 我脸上 是有什么东西吗 宇伟爷 你是猪吗 要不要听一听你在说什么呀 你才是猪 我要换衣服了 你确定你还在这里呢 哦 待会儿陪我去当山城 哦 生气了 怂哒哒的小模样 还挺可爱 想喝吗 排队的人太多了 太浪费时间了 我就不喝了 哎呦 我当这是谁呢 原来是我们孙家养了十年都没养熟的白眼狼啊 在孙家白吃白喝十年 不懂得感恩就算了 还陷害我 意图谋取孙家财产 欲为一 你可真行啊 两位小姐请冷静 你们都是我的顾客 有事好丧量 她是你们的顾客 她的全身上下也没几个logo啊 全世界地摊货 能买得及你们的新款吗 她以前啊 都紧我不用的用呢 姐姐 孙家都破产了 你还出来买这些 不太好吧 我哪像你这个病样子啊 北城 现在可是我男朋友 我想要什么没有 这些东西 北城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把这店里的东西全部都买了 送给他 柳一 你之前不是一直瞧不上我吗 现在你求我 你求我 我就把这些东西都买了 嗶嗶道道说什么呢 你认识叫两话语吧 我姐姐 和常男朋友 孙家的人 小能小度 怪不得我们坚持 欲为一身上的欲为 可都是私家的人 跳什么龙 我看我们家的店还不错 你们想去看看 嗯 好 你说 我给他买的衣服很名价 没事 走吧 先生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 他的衣服都没有logo吗 都是低假 你有什么高档货 都拿出来的 先生 我们刚刚和我妹妹开玩笑呢 你不是很有钱吗 要不要 把点东西送给你朋友 你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 你把这电影所有的全包鸣了 这男人可真有意思 我见他长得好 才热情的搭枪 他却给脸不要脸 你有病吧 我跟我自己妹妹说话关你什么事 少说也多关心 烈雪别说了 我为什么不说 我都受欺负了 你还在旁边看戏 有你这么多男朋友的吗 这是政治啊 我们忍不起 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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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意思啊 刷卡吧 盛先生 这些我们买不起啊 店内所有东西全部打包 送去孙家 告诉孙命他 就说是他们女人买的 好的 孙少 不行啊 爸爸上次就够生气了 现在家里困难 等衣服送回去 他会打死我的 孙家现在涉嫌珠宝犯罪 资金令又断了 本来我对一家小珠宝公司 坑得不感兴趣 看你们这一脚合 我突然感兴趣了 告诉孙平常 过两天盛财西川 回去收购他 按他从事 盛先生 我给你道歉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 牵涉到我爸爸身上 赶出去 盛先生 你再多说一句不用等人小姐 孙氏企业就会提前倒闭 怎么办贝腾 你帮帮我吧 公司不能垮掉 帮你 我怎么帮你 那可是盛世啊 自己好自为之吧 都怪余维一那个扫把心 要不是他 我根本就不会得罪盛家 王家 哎 对 还有王家 要是把余维一交给王家 我们公司 就有钱渡过难关了 爸 我知道余维一在哪 阿世 谁一口侵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脑子有病的人买的 确实 孙夜雪多多少少有点大病 奶茶给你 是你去买的吗 你店员买的 也对 大少爷怎么会跑去排队买奶茶 他看起来很好喝的样子 我会努力把它喝完的 走吧 你去帮下一家店 嗯 你走吧 刚刚跟你说那个是吧 哎 对不起对不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先去逛逛吧 我去洗洗 绍夫人 绍夫人 有人想要绑架我 我知道你们能救下我 但护得了我一时 护不了我一世 所以我打算将计就计 彻底解决隐患 一会儿你们两个就假装看不见 我要是被他们带走的话 就立刻联系你们少爷 同时以蓄意杀人的罪名报警 好的 绍夫人 许多天没进来 舅舅你长白头 是啊 你功不可没 绍夫人 舅舅是真没想到你这么没良心 我能比得过舅舅你 当年你创业 我父母好心好意的帮你 你呢 他们死的时候 你很高兴对吧 轻而易举分了那么大笔钱 你都知道了 怪不得 你想跟我父亲 建造一个一样的珠宝地区 但你这种垃圾根本不配 你就算死了也只能下十八层地狱 有意 想打我 打人都没意思啊 你干什么 舅舅 绑架加蓄意谋杀都是刑事案件 舅舅你猜 这次你进去了盛世会 会不会让你出来 老爷不好让我们被堵住了 对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就做这么着急的罢了 是因为收了网站的钱吧 可惜啊舅舅 我结婚了 重生散发 你猜 最后谁会被逼着在里面的惨事 贱人 想这人你们 你们应该知道什么事吧 他是生气了 是气无准他惹麻烦吗 万一他问我直开保镖 什么事 我 疼吗 疼是疼 但能搬到孙平堂 值得 从此以后 跟孙平堂一家划情借鞋 我让人把你的户口 从孙家移出来 从此以后 生活要赶他 所以让他根本不会当人家疼 走吧 先回家 我让医生给你报答一下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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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沾水就好了 阿世你看 我的伤真的不严重 护士已经爆炸好了 尤为一 你怎么这么不忠用 有人欺负你 你就不知道还手吗 一尊大佛 摆在你面前 要大胆拿来用啊 你要无论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情况 只要有人敢出你眉头 你要如实跟我回报 听清楚了没有 知道了 傻媳妇没心意 是个笨蛋 我还是得好好防着点 我让人在手机里 给你植入了个安全软件 下次遇到危险 时间按快点键就行了 按键后 你那边就会收到消息吗 那不然呢 除了我会花时间 借我你这个传单 还有谁愿意打理你 谢谢你阿世 说句感谢 是你应该做的 你放心阿世 我会一直想着你 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他这 算是表白的 你本来就该一直 向着我站在我这边 不管我没有帮你 你都应该一起 小姐 孙嫂 你怎么来了 是盛少派人接的我 小姐 我听说孙平堂绑架了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孙嫂 盛少 谢谢你 孙嫂是从小一起陪我长大的人 对我很重要 这份恩情 我会还你的 拿什么还 全身上下 没有能力 行了 你们聊吧 真是真是老天有眼 孙平堂自己找死 在宋井的路上 他跳车 多半活不了 他拿了王家的钱 现在王家把孙叶雪带走 这下孙家彻底完了 小姐 我看盛少那么喜欢你 您这是苦尽甘来了 喜欢 是啊 在来的路上盛管家和我说了 盛少是是站在你这一边 这就是喜欢 孙嫂 您误会了 我和盛少只是合作关系 他一直都站在我这边 说明盛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况且就现在我这副身体 也没什么可活的了 除了复仇 其他的事我没有精力去想 小姐 唐太太请咱们去庆园追忠三星吃饭 跟网上一样 晚上七点半 小姐 这唐太太是就是唐明德的妻子 她是我们心理咨询师最大的投资人 那小姐 你这是要对付唐家 从唐太太这里入手 嗯 他们俩夫妻白手起家 感情基础不错 但唐明德腰缠万贯之后 不停地保养情妇 唐太太不可能没有怨言 只要她狠起来 争夸唐家不是问题 唯一 快来 坐 唐太太还没来吗 没呢 其实同为女人 我挺亲疼唐太太的 她人那么好 即日年如一日 还专心致志挨着自己的丈夫 唐总却一次次出轨 谁说不是呢 就前段时间爆出新闻 唐总和蒙女大学生出入酒店的照片 你们看到了吗 每一张都那么暧昧 看得人火大 我看到了 所以我不太理解 唐太太为什么不离婚呢 是因为放不下航门生活吗 还是花不完的钱啊 不是 不离婚是因为她爱唐总 听说她两个青梅竹马 共同拼搏了三十多年 多半是舍不得 明知丈夫出轨却装瞎 真是伟大的爱 让人无法理解 浩老师 我去那洗手间 好 唐太太也可怜了 我本以为爆出那个新闻 唐太太会摊牌 可谁知道第二天 她就发文澄清说 唐总见的那个是她亲戚 但那女大学生我见过 根本就不是 喂 后天团定的时候 你跟大家说一声 让大家找个酒店定房 我家里还有点事 就先回去了 唐总还在等我 好 唐总在楼下了 嗯 她在车库呢 喂 我相信你的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 她说她没做过 就信她 不会有什么新闻 只要我没看见 那就是假的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明白吗 喂 好 嗯 看来只有让唐太太 亲眼看到唐明德出轨 才能死心了 喂 盛叔 呃 后天阿胜参加的 那个商贸会谈 是在牧师酒店举办吗 是的 少夫人 那个会议都会有哪些人参加呀 好像这边的企业家都去 哦 没事 我们要举行一个团建 让我跟酒店 我想说跟阿师定在同一个酒店 也许我能见到他 嗯 好 伟爷 你怎么还在这 赶紧定去吧 这唐太太也不知道怎么了 到现在也没有来 贺老师 唐太太家里有点事 就不如我们一起吃饭了 哦 他让我订一下我们团建的酒店 就订在牧师酒店怎么样 订了的话我去通知他 好啊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嗯 好 好 我晚上回去 唐明德身边女人就从来没断过 这次一定能抓她的现行 实在不好意思啊 唐太太 我这两天太忙了 刚才才想起来通知你酒店的地点 没事 忙中有乱也是正常的 嗯 那您先休息 有什么事我再通知你 喂 余小姐 唐总和一位小姐正打电梯往楼上放进去 我知道了 准备呀连几个 送到A02逃房 哎呀 好香啊 真香啊 嗯 没事 哎呀 好香啊 唐总 有监控 唐总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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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间这好不好 哎 小香 你怎么在这 小香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你看到了这个样子啊 你你 你可以原谅我吗 对不起小香 不用等了 唐太太说她有点不舒服 不能继续参加团建了 我们就自己玩吧 看来计划成功了 哎呀 到唯一了 给点什么惩罚好呢 唯一胆子小 你们可不要太过分了 知道知道 那就对进门的第一位意信说 我很想念你吧 哎 你上了 还是个帅哥 哎 哎 你什么 我想你了 哎哎哎他输了他输了 他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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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下次会议马上要开车 哦 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明天早上 哦 啊 是这种 啊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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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 你怎么来了 啊 是 你是不是喝酒了 渝依依 你就这么离不开我 阿世 你胡说 阿世 我笑了 不好 渝依 将嘴 渝依依 渝小姐是因为酒精代谢物吸收入脑 造成脑供血不足 所以晕厥了 渝小姐有严重的酒精过敏症状 一滴酒都不能占 好在这次情况不严重 休息一下就好了 和我订同一家酒店 还说喜欢我 刚好喝点酒 行吧 和酒没关系 就是纯粹想起 这 喂 醒了 昨天给你发那么多消息 你都没回 昨天沾了点酒晕过去了 哎 知道知道 你家圣少都跟我说了 昨天我给你打电话 是他接的 而且他还 还什么 秘密 先不告诉你 秘密 你怎么喝酒了 你酒已经过敏 你不知道吗 是圣少喝醉了 糊里糊涂的亲了我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我去 你们俩感情发展的 够神速的呀 不是前段时间 还没什么意思吗 咱们这就法师接吻上了 不会等我出差回来之后 你俩孩子都有了吧 哎呀 是圣少喝醉了 他喝醉了 他喝醉了 怎么不亲别人 就亲你啊宝贝 以我多年 写小说的经验来看 你们这契约婚约 怕是要成真咯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圣少回来了 怎么一言不合就挂电话呢 不对 行了 酒店送我点吃的 你尝尝 嗯 好 这个味道 不是小时候爸爸在伦敦 经常买的那家店的桂花糕吗 味道怎么样 嗯 我很喜欢 谢谢你 那就是 你不枉我 让人从伦敦空运过来 你以后吃饭 就要拿出现的这个感觉 多找点肉 你一起来舒服 啊 你以后吃饭 就要拿出现的这个感觉 多找点肉 你一起来舒服 啊 啊 我说的是脸上脏肉 你以后 昨晚喝醉了 哦 我知道你喝多了 我没事的 喝酒对身体不好 那以后少喝点酒吧 明明被欺负人是他 他还提醒我喝酒上身 又一夜 你要学会反抗知道吗 就比如昨天那种情况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秋后再算 所以 我现在应该删你一把账吗 你要找我算账啊 我可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我怕你生气了以后打我 又一夜 你良心被狗吃了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修你都很少修你好不好 嗯 你对我很好 我都记着呢 昨天是因为我酒精过敏 晕过去了 哦 你的补差我收到了 我不生气了 谁补差你了 虽然阿世在圈子里名声很差 但他真的比他的所有人都好 我休息好了阿世 我们回家吧 回家路上我想再买两个小蛋糕 可以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买杯奶茶搭配着吃吗 不买 少夫人 您醒了 在回家路上您睡着了 是少爷把您抱回来的 晚餐准备好了 您是现在用餐吗 啊 这个也是少爷带回来的 嗯 我知道 阿世他人呢 公司有事 他去公司忙了 那你帮我把晚餐打包吧 我去公司和阿世一起吃 哎 好 喂 唯一 我想离婚了 这次我是真的死心了 可是唐明德他不愿意 他不点头 容成没有人敢来帮我打这场离婚官司 那唐太太 你的意思是 唯一 我知道你不仅治好了温老爷子 还和盛家大少爷有点关系 你能帮帮我吗 成功后 分得的财产 我愿意赠送一半给你 好的唐太太 我尽力试试看 尚不然 车子准备好了 嗯 吃粉丝吧 不好意思啊 我不欠您的 别再跟着我了 还是撕身粉呢 我告诉你啊 实际上的赶紧走 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许之小姐本能比电视好像太多了 也不知道来公司是干嘛呢 那肯定是来长盛走了 你说救了盛走好几年了 是吗 我觉得他们好帮配啊 你说他会什么干不公司老板娘 他肯定会啊 你去三十五楼啊 三十五楼不是学长办公室吗 哦 你是学长家的保姆 来跟学长送饭的 学长 你们是同一个学校的 当然了 我跟学长呀 是在斯坦福认识的 而且呀 马上我就会成为 圣他的项目广告代言人 未来还会成为圣家的夫人 我没听说公司要选新的代言人啊 你懂什么 我是内定的 哎 太太 许先生 学长怎么还让你亲自来接我呢 啊 许小姐你好 贵宾室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您先上去休息 我上楼拿个文件就过来 好的 太太 我是先生特地吩咐下来接您的 嗯 公司要选新的代言人 对 许小姐说用于免费为集团的新项目宣传 原来内定是这个意思 那合同签了吗 还没呢 嗯 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 至少等他签完字 行 我知道了 太太 你记得修改一下合同 把合同的违约费提高到原定标准的十倍 这样他的团队以后知道他被撑了 也没办法了 太太 您是不是怕 许小姐对先生有其他的意思 所以 公司的心向需要热度 选择自愿免费 我当然是为了帮阿世 也是帮我省钱 好的 阿世 唐氏集团的唐太太 也是我们心理咨询室的投资人 她最近想和唐总离婚 你有没有认识的律师可以帮她呀 唐明德可是个色鬼 你这种文件入远一点的 再说了 你自己有几几几点 你不知道吗 帮她 我有你啊 阿世 我以后每天都来给你送饭好不好 我不会帮你 就想要一个律师 一个不畏惧唐总的律师 没有 唐太太 这位律师享誉全球 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副律师可是律师接的大亨 他真的会接我这桩离婚案吗 嗯 你的资料律师已经看过了 但是他说 你还缺少唐总出轨的实质性证据 之前的爆料不是有照片吗 您忘了 您亲自否定了 之前的证据都没有了 而且自从我提了离婚之后 他每天都按时回家 也不加班也不出差的 甚至把秘书官的女员工都辞退了 几乎没有和其他女人接触过 唐太太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从今天回去以后 你只要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和唐总相处 时间一长 他总会放松警惕 回归本性的 嗯 唯一 我听你的 唐太太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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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双长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我这个排队买你爱吃的凤丽酥呢 一转身看不到你了 我真的很担心你啊 等你的时候 见了个朋友 就进来聊聊两句 我给你发了信息的 下次当面跟我说可以吗 我真的很担心你 明德 我原谅你了 我们结婚是多年了 没了感情 还有亲情 我不离婚了 我还是像以前那样 过安稳日子好不好 老婆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会一直爱你的 又是你啊 看你动作挺熟练的嘛 哎 你天天给学长送饭 嗯 要不了多久 你就不用送了 等我跟学长 确定关系以后呀 亲自给他送 可是我听说 圣上好像结婚了 那又怎么样呀 父母之命 又不是学长想要的 学长从来都没有公布过 肯定是个拿不出手的 哎 你一个送饭的 问那么多干什么 送完赶紧走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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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了双人餐来 让你一起吃 学长 是经常送饭的原因吧 你跟这位小姐 看起来挺熟的 她是我老婆 怎么可能 你不是 嗯 我是阿世的亲 许小姐 先生和太太用餐了 你有什么事 跟我说吧 我没脾气的 你都听见了 刚才许小姐说 是你的大学同学 我怕我顶嘴之后 惹你不开心 我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呗 我在斯坦福进修的时候 根本没见过 你要是在乎 就让你找我 快吃饭吧 阿世 大少爷长得又好 还有能力 根本不是什么 顽固子弟 我眼光真好 一选就选到了 这么好的合作伙伴 你干嘛 阿世 越相处我 越觉得你 人真的很好 我们以后的生活 会更加融洽的 相互信任 强强联手 我解决仇人 以拓展商业版图 知道冤枉我了 你告白了 也行 你想可以接受吗 不过阿世 许小姐的身材 长相都没得挑 你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以后你遇到 长得帅 身材好的男人 你就会动心 和婚内出轨 不会的阿世 我会坚定的选择你 无论男女 只要结了婚 叫对婚姻负责 对另一半忠诚 不出轨 不是男人的加分项 这是男人的本分 人和人的差距 是真大 同样是男人 阿世和唐明德 一个天一个地 你要是再恶意揣测误 你就让你滚蛋 好了 吃完 我先走了 徐特叔 进来一下 先生 您叫我 联系曲子团队 项目代言人取消 任何公司竞选 代言人 都必须要经过我过目 还有 后天周年庆 给每位员工加薪一些 理由是我结婚 太太关心所有员工 先生 您这是打算在公司内部 公开太太 嗯 她好像吃醋了 她好像吃醋了 看太太刚刚出去的样子 无效是吃醋啊 先生 您是不是误会了呀 你不懂 刚刚吃饭的时候 句句都往曲子身上提 这不是吃醋是什么 吃醋挺好 说明她是在乎 所以 我当然也有所反应啊 完了 先生 那边是喜欢太太了 还是爱而不自知 是 哎 你叫人去伦敦 空饮和桂花包过来 还有 买杯奶酱和小蛋糕 送到横家边 懂了 先生 您就是觉得太太吃醋了 所以啊 买点太太喜欢吃的东西 拿给她 快去 是 这是谁在背后说我坏话 喂 唐太太 唐氏总裁唐明德 因唐太太闹离婚 受打击过大 于今日跳楼自尽 现已送往医院 生死不知 唐明德这么一跳 唐太太 怕是狠不下血了 哎 唐太太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我被想到别的法子 喂 私家侦探吗 你帮我查一个人 呃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休息了 我应该不会再吐了 我 先回一躺是吧 走 你不休息吗 给你连天吵醒三次 想休息也不容易 对不起 我就是单纯睡不着 跟你没关系 赶快睡吧 小苗喝水 嗯 叫医生来 少夫人的情况暂时已经稳定了 但是明天白天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是晚上吃多了吗 可少夫人只喝了小半碗粥啊 也就最多吃了半块桂花糕 我家小姐十岁那年被孙家下毒 身体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衰竭 稍微多吃一些东西就不能消化 知道是什么毒 不知道 这样 跟医院打招呼 让医院提醒准备好医生和检查通道 明天的唯一醒过来直接过去 医生 这段时间就麻烦你 这段时间就麻烦你 这段身家别输了 唯一有什么问题 继续解决 好的 先生 我去守着他 医院 我会吃好你的 先生 这是太太的检查报告 太太早些年 摄入了少量的二甲鸡 对身体造成了强烈的损伤 在这场 早些年没有很好的调理 他又下来病院 如果能细心照料的话 也只能延长寿命 不能痊愈 我已经在找权威的医生来治疗了 你让他们赶紧做一份详细的治疗计划 包括医治计划 好的 先生 他醒了吗 醒了 医生今天来查了一次吗 太太暂时无碍 今天就可以出院了 您不用太担心 我很担心吗 反正昨天守着太太一整夜 今天确认人没事才放心了 公司开会的人又不是我 先生 您现在就要去慈善拍卖会吗 这个活动取消 我去医院接人 先生全身上下 果然就那张嘴最硬啊 姑爷 您去帮你出院收拾吧 跟生师姐收拾东西 咱们不信家别说 好的 姑爷 我这就去 孙嫂 你看天上那个风筝好漂亮呀 一天在伦敦的时候 爸妈就经常陪我放风筝 那个时候我跑得快了 现在不行 跑一会儿就得喘 孙嫂 等我们处理完唐太太的事情 再买几个风筝会 她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才说唐太太的话 她不会怀疑什么吧 怎么受伤了 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 你跟唐太太关系很好呢 她没怀疑就好 唐太太人很好的 经常请我们吃饭 阿世 我听许多珠说 你今晚有工作 对了 谢谢你阿世 工作刚结束 马上就来看我 还给我请了那么多医生 你放心 我会遵守承诺 努力活到三十岁的 不给你添麻烦 你仔细活着就好 余小姐 上次你让我查的人 我查过了 她这几年有一个 长期养殖的女人 还有一个五岁的私生子 照片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好 我知道了 沈香之前和唐明德创业 熬坏了身体 生不了孩子 唐明德表面不在意 背地里去找私生子 你处理完公司的事了 啊 睡前少玩手机 喝了牛奶 再点水啊 嗯 知道了 我去洗澡了 一位夜 一位夜 睡着了 一位夜夜 如果我一亲口向我表白 我就能立马打理 我们俩就能做名副其实的 不过 她就是谁谁没表白 你说 一个女人喜欢一个女人 但其实没有表白 是为什么 这种情况啊 应该是她害羞 女孩子脸皮不好 你这个时候在旁边停试一下 那她觉得你俩有可能 她就会鼓起我姐表白了 怎么提点啊 嗯 三家情侣活动 出席夫妻党宴会 旁销侧击她就等了 哎 先生 这位美丽的小姐是 我记得 怎么回事 不是她不让对外公布关系吗 怎么 原来是盛代她呀 平常都很少接盛代她出来玩 今天是第一次啊 算了 配合她就好 我平常身体不太好 一直都在家里休养 那不是一位一吗 没想到她这一打扮起来 可比孙燕雪好看多了 我听说 你跟顾北辰有仇是吗 嗯 她之前老哥孙燕雪欺负我 而且 他们两个总在我面前续文案 请报仇 嗯 姐请 口号话 那我去补一下妆 反正目的达到了 已经公布了她的身体 她肯定很快 就会和我告白了 欲为是我老婆 别打她注意 她怎么还不告白 她怎么了 怎么时不时的就看我一眼 阿世 我是装滑了吗 没有 哦 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又生气了 阿世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哩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阿世 谢谢你今天帮我出气 让我看到了 顾背上吃饼的样子 我很高兴 你不是说给他些提点 他就会有所表示吗 是啊 是你大牙半个字都没说 不会吧 按理来说 或多或少都会表露点心迹的 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师哥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绝不可能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但你也绝对不能质疑我追女孩的能力 我先我想一想 有了 还有一个办法 你听我说 你这样 你这回呢 你冷扫自己天 你对待女人 你不能一直和颜月色的 你得适当冷冷脸 让她意识到你的重要性 她才会主动 是吗 这次你放心吧 肯定行 但你要记住啊 忍住 别理她 她要你说 阿世 怎么了 是我最近做了什么让她生气的事吗 喂 温爷爷 最近好像又住院了 我今天下午会去医院 之后就没什么事了 那我们一人楼下先吧 我想当面和你到了 嗯 好 喂 上次让你把沈香怀孕的假消息 透露给那个女人 你办得怎么样了 阿世 领带歪了 我最近做错了什么惹到你了吗 总感觉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 工作上的事 跟你没关系 工作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如果你有不好的事情 你可以分享给我 总是憋在心里的话 让人怪压抑的 而且 我不开心的样子 真的挺吓人 吓到你了 嗯 我还以为是我做错了什么 说错了什么 容易不开心了 郑叔早饭做好了 下去吃早饭吧 墨西顾出了什么破终 他本来胆子就小 说话语气重一点 都应该吓人 更比说冷的张力 算了 知道他心里抓住我就行 表不表白的 我算了 我真搞不清楚老爷子 是怎么想的 把我们亲生的拦在门外 让约一一个外人 在里面照顾他 不知道还以为 约一是他的老来女 别说了 之前说他倒是无所谓 昨天他去参加了 故事夫妇的晚宴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他可是盛氏的太太 盛氏他就是个不祥的 刚出生时 客死了自己的母亲 来到龙虫之后 又客死了盛老夫人 赶紧把鱼鱼给我客死吧 不然我真担心老爷子 会把钱分给他 玉小姐 我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温老暂时没事了 放心吧 真是辛苦你了 我父亲有没有跟你说 财产分割的事情 有没有提到我 提到了 父亲他说人吗 他说你是个不祥的人 怎么会 父亲生病的时候 在国外啊 根本跟我没有关系啊 你别挣扎了 说明啊 在父亲心里 你就是个不祥的 财产分割呀 和你没关系了 以前父亲为工作烦心的时候 母亲就会在书房里 放一束雏菊 希望阿世也能喜欢 唯 唐太太 唐先生怎么样了呀 刚出院没多久 我以为他是为了挽留我说的谎话 没想到他真从楼上跳下来了 好在中途拦累一下 只是轻微骨折 所以 您原谅唐先生吗 我横下心来 他不介意我终生不孕 我也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人都会犯错的 只要 乐乐 你说你 吓跑什么呀啊 你说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嗯 你说对吧 唐太太 你 这个孩子 没错 就是明德的孩子 今年已经五岁了 唐太太 你信不信 今天晚上 哦 对了 是你们二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把他这样做 不会的 明德说过 他不在乎有没有害你 哈哈 这种鬼话你也信 男人不晓得逞中接代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年老色衰的蠢货罢了 以后你们一手创办起来的唐氏企业 都是我儿子的 走着瞧吧 唐太太 你回 我先回家了 开车 阿世 谢谢你来接我 嗯 这个送给你 很漂亮的 嗯 我不懂管理公司 但我知道 站得越高 诋毁就越多 所以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多送小出具链鱼 少爷 您买的出具画 我一送 啊 少夫人送的 你怎么比我还记得我 少爷 每种花呢 因为他的花语 您知道出具画的花语是什么吗 那就是藏在心底的 哎 这说明啊 少夫人借着花 说喜欢你呢 我是为什么送花 原来是偏向多比我买啊 少爷 搞事业呢 很重要 谈恋爱呢 也很重要 少爷 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好 你叫人 找个花匠 做一下脱水处理 我要把它裱起来 放在中午桥上 好嘞 来 小香回来了 快来吃饭 喂 好我知道了 我马上到 小小 公司有事我得先走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喂 怎么样了 唐明德那个死生子遭遇意外 结婚纪念日那天唐明德急匆匆赶去了医院 那唐太太呢 唐太太在家等了三天 昨天半夜被唐明德拿去医院给死生子抽血 现在还在医院 好 我知道了 接下来 我会去天生这最后一包 嗯 你在干什么 不好意思 知道里面是谁吗 那是唐氏集团唐董是长的儿子 唐董和唐太太都在里面照顾儿子 惊扰了他们承担起吗 赶紧滚 唐太太 你没事吧 唐太太 我听护士说 昨天唐总要您抽八百毫升的鞋给那孩子 可您的身体 没臭 雪掉过来了 他以为是我对他儿子下手 带我来医院是想威胁我 他跟我说 他儿子的名字最重要 夫 夫人 这是什么 这是股份转业合同 和系房产 已经通过股东会议 我也是股东 怎么没有人问我的意见 我也是股东 怎么没有人问我的意见 这股东开会的时候 老板姨你身体不受备用 请你请假 夫人 拿进去吧 唯一 我能不能 傅律师已经去国外了 他短暂时间内不会再回国了 而且傅律师从来不会接同一个案件两次 唐太太 我们得想别的法子了 是我的最好的机会 哎 刘江 这不是你画的DX品牌的双设计稿吗 今天怎么突然打算了 这是DX品牌脱离唐氏集团的协议合同 你签个字 为什么 你还想离婚是吗 我告诉你 婚我是不会离的 如果你愿意接受了 这事我都没发生过一样 如果你还是执意要害他 我会软禁你的 别逼我好吗 接受 只要你签字 我就接受 想想你 唐米德 DX品牌是唐氏集团之前成立的 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对唐氏也没有任何用处 但那是我的心血 请你把它还给我 杨湘 你别管我 我先 杨湘 杨湘是个很听话的孩子 你也一直在做公益 帮了不少孩子 如果你愿意跟他接触 你肯定会喜欢他的 喂 我叫沈湘 我要市民举报唐氏集团偷水流水 近日唐氏集团分波不断 唐总为爱跳楼的闹剧才刚落下帷幕 唐太太却反手举报了唐氏集团偷水漏水 偷水漏水最明确定的话 对企业的形象会造成很大影响 基本上是一落千丈 不过 只要唐明德补齐杀款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为什么 第一次免刑 怎么 你好像很失落 唐太太是我们心理咨询室的老板 我自然是赞她多一嘴 确实 唐太太还是不够心狠 十年前 唐明德参与境外洗钱 她的第一笔原始资金 就是通过洗钱获得 据说 当时高翻了伦敦一家珠宝 她太太肯定知道这一点 要说出这个 唐明德想不做了多难 你也幸运 身平当是你亲舅舅 我记得当年 孙大小姐是嫁去的 因为我 嫁给你 你就是姓名的老师 是吗 嗯 我爸妈当年是去学校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身平当才把我揭露回来 当年的事都被他们封锁了 难道阿世查到我父母身份了 有意见 你最近 是不是又瘦了 我没有 香香 你用我说你一天没吃饭了 擦热好了 出来吃点呀 夫人今天一天都没下楼 也没说话 不会是 香香 香香 香香去哪儿了 不知道阿 夫人 还不快去找阿 喂 水香不见了 立刻拔弄所有人要收拾他 我让你去就去 找到了吗 废物 天哪 整整五天 根本找不到人啊 三一大道五百六十九号咖啡馆 我告诉你 沈香在哪 你把香香弄哪儿去了 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 不给他吃饭 好可怜呀 郁维依 坐 唐总 玉小姐 当天说过的确是我办的 要怪 也只能怪你父母身用不尽 香香是无辜的 你可以放过他可以吗 看看吧 啊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被他亲妈锁开 唐总 这也只能怪你十人不亲 啊 什么做过他啊 香香那么善良 还有这张照片 我想给你再看一下 香香 你把他怎么了 郁维依依 你果然是个祸害 我在十年前 就该让你死了 算了 对了 你知道 你爸妈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 你妈妈死的时候 手里握着你的照片 还有桂花膏 你爸爸抱着你妈妈 浑身都是鲜血呀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唐氏总裁唐明德因唐太太闹理会受打击过大于今日跳入自尽 唐总 想要救沈香 拿出你的诚意吗 啊 有人烫老了 快快去救护车 你知道 你爸妈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 你妈妈死的时候 手里握着你的照片 还有桂花膏 你爸爸抱着你妈妈 浑身都是鲜血呀 怎么了 笑到了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 有谁给我打电话吗 今天这事要不是我看见了 我跟你说话 你盯着我发什么胆 光落在你脸上 真好看 别以为夸我一句就能翻过这一页 我不是这套 我饿了阿世 我们回家吧 走吧 唐太太已经离开农城了 我就不明白 她是当年的知情者之一 还是受益者 小姐 你为什么要帮她 先是把她藏在善家别墅 现在又要送她离开 唐太太名下有136所孤儿园 未来她还会继续自住 只要她能多活一天 就会有多一名孤儿存活下来 就当是她的赎罪了吧 对了孙嫂 韩顾两家呢 最近有什么消息 韩家这些年生意不好 韩振华想让女儿韩清清嫁给顾北辰 两家联姻得到光复 去拿下月底黄金矿生的投标会 对了孙嫂 您知道孙平康当年下的药的成分吗 这个我已经去查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查到 小姐 你怎么突然想要知道药的成分呢 因为 我突然想多活两天 孙嫂 阿世回来了吧 少爷今天加班 还没回来 那我看会儿林夏的小说等她 好 哎 男人勾起了他九层三睡群吊带 让你裙子推到腰间 然后抱上子 戏长嘴上子 勾住男人有惊的腰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在你看到什么 粉色喘息的时候 这小说挺好看的 你别误会啊 我这小说是正规区道出版的 不是你想的那种 人嘛 有需求很正常 我可以理解 我不会戴有色眼睛看你的 我去洗澡了 你待会儿 自己回房间啊 哎呀她都看到了些什么呀 这也太干尝了吧 喂 喂 我的宝在干嘛呢 在想死 怎么了 我说林夏 你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一页一页的全都是清水 你看我小说了 我就今天晚上无聊看了一会儿 你这特质点吧林夏 你再这么写下去 你小说就出版不了了 宝贝 你在阅读APP上看到的那可都是最清水的 想看那些S记得吗 我发给你 我不想 女人 你勾起了我的胜负欲 我偏要发给你 足足五万字的大长篇呢 等着 怎么一言不合还挂电话呢 不对 按照唯一的那个冷性子来说 就算看了也不应该那么激动啊 难不成 不对 唯一宝贝 坦白从宽 你是不是和盛少发生了什么 女人 你急了 你以为你把我拉黑 我就没办法了吗 男人勾下他九层三岁裙掉带 让裙子推到腰间 然后抱上他 对不起郑上我我没让清楚 没事 可能撞的又不是别人 我很耐撞的 不过你这么小身板也撞得完 我要去洗澡了 我在床等你啊 明明是很正常的话 我怎么也能想歪啊 哎呀都乱零下害人不浅 嗯 零下给你发消息找不到你 发信息也没回 这把中央文件发我手机上了 在我邮箱里 自己看看 走灵呀 没有一个字能看 灵夏发给我的时候 不小心打开了 不过你放心啊 我就只看了第一眼 后面的内容 我都没看 哎 哎 灵夏你真该死啊 嗯 你看 是 我把文件传输到你手机上 还是说你看完之后 再换个我 我 啊 你怎么这么呆啊 下个太空 我 我 我才没有 完了 我去小姐 我去下楼喝杯水 顺便帮你倒杯温牛奶 姑爷也想投标黄金矿山 可是现在集团的业务 在黄金方面不是设计不多吗 小姐 姑爷是不是因为你 不会吧 我上次跟他说我父亲是老师 我看他也没怀疑啊 听说韩家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差 就指望这座矿山能起死回生了 是 韩家这几年的发展 在不挪用公款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最多只能拿出四个亿 但我看了阿胜的投标底价 就是八个亿 那韩成华就会投标 肯定没有信 韩家等着慢慢败若吧 这不是我想要的 太慢了 而且存在变数 孙嫂 你说我要让韩正华知道 阿胜的投标底价 是5.5个亿会怎么样 这5.5个亿和他的底价差不多 而金矿的利益大于这个价 那他肯定要拿下金矿了 没错 韩正华那个老狐狸 肯定会铤而走险的去筹钱 甚至不惜拿出公款 一旦他拿出的钱 超出了公司最大的成熟范围 他们资金链就崩了 那个时候韩家就彻底完了 可是 该怎么放出这个消息 让韩正华相信呢 近日来由多家媒体 拍到了韩家大小姐 韩清兵和顾家少爷 顾北施出入 先想 派人去查一下 这个韩清兵的东西 好 盛总也想投标金矿 可最大的金行 是韩家 这次投标 想必韩老爷 志在必行 您说盛总能争过韩老爷 阿世准备了5.5个亿呢 应该能赢过韩家吧 哎 你闻一下这个 海太 阿总的 您说如果他说了 韩正华不相信怎么办 韩正华可能会起疑心 但是已经火烧没门了 他为了拯救韩氏 只能分离一波 越着急就越容易出错 越是渴望 就越会落空 看您说的对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来吃送饭吧 副理 稀客 没在国外 帮戴尊处理那些事了 北国大学 已经进行了一半 马上结果就会出来 你不行 尤其是我养父戴尊 进去成功 可能性很大 管他进不进去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 你别告诉我 五年前 你连命都不要去破坏戴尊 F国大学 是吃饱趁着没事干 你别忘了 你小时候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你现在明明比五年前更有能力 这些事我会处理的 像是处理事情的样子吗 自从半年前你结了我 你更荒唐的要命 你别忘了 当初你取狱为一 不就是因为他好掌控吗 不就能够去影响你复仇戴尊 而现在你却 你却一直被他利用 你是不是个老头呆久了 得了被捕害我小镇 沈氏 你醒醒吧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从孙家到唐家 今年被他整垮 而到现在的韩家 他不容想去 而且他很有可能是 秦木兰派来来监控你 捕获你的 你知不知道 傅承煦 你是不是内心阴啊 变态人见多了啊 就觉得谁都会意图不轨 可适时目的他就是不单纯 他百分百是骗子 那我乐意被骗 你 行 你可真行 你等着吧啊 你迟早会被他玩死 复理 稀可 你在国外 刚戴尊处理那些事了 北国大学 已经进行了一半 马上结果就会出来 你不行 尤其是我养父戴尊 进学成功 可能性很大 管他进不进学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 你别告诉我 五年前 你连命都会要去破坏戴尊 F国大学 是吃饱趁着没事干 你别忘了 你小时候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你现在明明比五年前更有能力 这些事我会处理的 像是处理事情的样子吗 自从半年前就接了我 你更荒唐的要命 你别忘了 当初你取狱为一 不就是因为他好掌控吗 不就能够去影响你复仇戴尊 而现在你却 你却一直被他利用 你是不是个老头呆久了 得罗贝不害我小镇 是 你醒醒吧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从孙家到唐家 今年被他整垮 而到现在的韩家 他不容小缺 而且 他很有可能是 请我拿太太来来监控你 捕获你的你知不知道 傅承煦 你是不是内心婴啊 变态人见多了啊 就觉得谁都会一途不轨 可事实目的他就是不单纯 他百分百是骗子 那我愣一杯杯 你 行 你可真行 你等着吧啊 你吃的会被他玩死 少爷你回来了 少爷 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是遇到什么事的吗 唯一呢 少夫人在休息呢 少爷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别犯在这里 少夫人呢 肯定是向着您这边 今天出去逛街啊 还想着您啊 给你买的衬衣 和领带 就要喝 干喝完 就要抬头 最后 就要喝了 好了少爷 我知道了 我先上去啊 好 就算是骗子又怎么样 等到你大仇等报的那天 是不是就会把所有的信仰 医疗都交给我 唯一 我们一定不像你父母一样幸福 我们又开始了 盛叔叔这新开的中药 会引起咳嗽的症状 没关系的阿世 等我适应了就好了 对不起啊 我今天出去逛街太累了 就没事给你睡吧 没事 我听盛叔说 你买了衣服给我 嗯 你去试一下 好 刚刚好 孙嫂还是要买大一包 还好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 柳爺爺 嗯 你是不是趁我睡着了 不都用尺子聊我 我怕不是眼见和手感 那柜子里的卷尺 是什么 那是我在阳台上弄花菜的时候量价值用的 这个 你偷偷承认在晚上睡着的时候量了 我又不会笑话你 我又不是变态 你刚刚是不是摆我了 没有了 你现在胆子可以还敢摆我 不是不是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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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晚上八点 有时间吗 嗯 有啊 有个招标会 陪我去他们 好 圣荣怎么贪对黄金矿叶感情去 别知道了 这半年来 龙城真是天翻地步 珠宝孙士和服装唐诗都相继破产 都被圣氏集团圣作了 圣荣今晚过来竞标 都还是可参认 他们拿到圣面也进 嘘 他们疼过来了 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而已 纸巾熊 没有什么用 经商谈判 最重要的还是头脑 接下来我们开始投标竞价 5.5个亿 5.6个亿 不好意思啊 盛总 这座金矿是我的了 你要怪 就怪你太太 随随便便 就把底价泄露了 是吗 5.7个亿 你说什么 不可能 他们订的价格不是5.5亿吗 圣派集团的定标价 定在8亿 多谢了韩董事长 让圣派足足省了来 你们 金矿的 有没有竞标成功 董事长 今天王总 以3.8亿赢得竞牌 你说什么 董事长 自打您晕倒之后 来到医院 被视为自动放弃 参与竞标 圣泰集团随后 也放弃了参与竞标 所以最终被王室建金 以3.8亿赢得竞牌 董事长 董事长 不过师哥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放风筝呢 不是答应过唯一吗 他身体好点了 就带他去放风筝 这个又费一个 你看看你都做了多少个 平平加班两小时就为了这个 劝你放弃吧 买一个算了 你懂什么呀 郁威处警 最近给他做了个守护风筝 后来弄丢了 所以我当然要亲手给他做个风筝 这样啊 那我帮你看看 别碰我风筝 董事长 拿电话给我啊 你小的 想给嫂子一个惊喜去吧 行 放心吧 好 小姐 韩正华马上要出院了 王氏见惊奇啊 这些年一直在跟韩氏企业抢身一座 现在王总啊 得到了金矿 而韩正华挪用公款 好几个大单子都被王氏抢了 韩氏啊 算是走到末路了 孙嫂 这几天阿氏一直都回来很晚 感觉他每天都在加班 我听盛义文家说了 最近工资是多 所以晚两小时回来 十二日回来了 我去接他 盛书的饭菜刚做好 你就回来了 快点卡的真准 因为我聪明 不像你 呆瓜一个 蠢兮兮 玉玉叶 你是不是很想打我 嘴上不敢说 但心里就想了几万遍 没有啊 没事 你实话实说 我不会生气 嗯 想过 你说说不会生气的 真好啊 和姑爷生活在一起的小姐 才终于有了属于这个年纪的灵动和开心 你干嘛 你看少爷的衣服 这不是小姐买怎么了 少爷这段时间 三天又两天都穿着这件衣服 脱下来的那天 还是因为要洗 这两个人呢 狼有情 妾有义 真是一段美妙的姻缘呢 好了好了 走了 我知道你是假装生气 吓唬我的吧 真神气 是假装的 还想不想吃 我给你剥 想 不是免费劳动力 要吃我就给你剥十个 这么多 我吃不下 五个 嗯 对了 过两天我一个活动走不开 那么我师傅送你去吧 好 呦 哎呦 哈老弟啊 你这刚出院就过来 一定要当心身体啊 哎 俗话说呀 这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嘛 顾修啊 咱们当初口头协议两架联姻的事 应该还是做素的吧 哈老弟啊 不是我不帮忙啊 哎呀实在是我那圈子的成本 他太不像话了 他死活不同意 你这 这我也没办法呀 要不 你再找别人 这顾修 哈老弟啊 今天呢 就咱们俩实话实说吧 你的公司啊 贵的那么大 又因为 你违法 挥用公款 停了董事长的职务 我呢 又不是搞慈善机构的 我也不能帮你 掀那么大的坑啊不是 顾修黑 你装什么情歌 诶 当年 故事要约 周总不灵 你不也为自家公司 瓜分了郁佳 现在 我落难了 你摆出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是给谁看的 韩家华 你想要干什么 怕了 我今儿就把这话放在这 如果你不帮我 还是倒台的那一天 我一定会拉你下水 说出十年前那件事 你唯一现在是盛世的妻子 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 你觉得会放过你们顾家吗 韩正华 你 顾修好好考虑 我等你的回复哦 喂 找人配药 把韩正华的药花了 不是说了锦绣庄园吗 怎么来这儿了 阿世仁呢 师哥可能等会知道了吧 他可能 嫂子我接着电话啊 喂 什么 不好老嫂子 师哥出车祸了 你说什么 嫂子 嫂子 少爷被送上救护车 失去医生的那一刻 就是说不要让少夫人知道 说少夫人胆子小 他会害怕 莫少 你怎么不听我说完 你把电话挂了呢 嫂子 嫂子你醒了嫂子 你没事吧 都说我不好我几个年快 你都不知道 刚才你浑身发冷 都快吓死我了 怕是人呢 师哥刚做完手术 在隔壁病房 你没事吧 你慢点嫂子 还出了夜呢 阿世 盛先生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手臂骨骼插伤 外加轻微的脑胆状 具体情况还得等他醒来以后 我们才能做出判断 嗯 阿世 你醒了 盛先生可能是麻药未退 现在怕是衣食恍惚 神志不清 阿世 听得见吗 我是唯一 听得到我说话吗 老婆 我把衣服弄破了 我把衣服弄破了 还是屎根 他这是麻药药效没过的反应吗 社子盛夫人 很多人啊 麻药之后 在药药没在这之前啊 都会有产生很多幻觉 听护士说 盛先生被救起 意识不清的时候 就非常在意他身上的衣服 是啊 但是护士啊 要检查少爷的衣服啊 处理伤口 少爷就是不让 这个药效 大概要持续多久啊 二十分钟左右 哦 好 那你们先回去吧 我来照顾他就好 别啊 嫂子 腰还没说完呢 要不我来吧 我没事的 嗯 你们放心吧 衣服 衣服脱了 好了 只是一件衣服 破了再买一件 那是我老婆给我买的 那老婆再给你买一件新的 她会买吗 会啊 她万一不买怎么办 不买的话 那你骂她 我舍不得 我老婆胆小 声音大点 她都会被吓着 我想把她保护得再好一点 你已经保护得很好了 我老婆身子不好 三不一磕 五不一喘 每天还吃那么多药 她那么丁点儿大个人 都可被药给灌满了 你放心吧 她会努力活着的 尽可能活着久一点 我想让她痊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现在不行 药箱还没过 我答应过老婆带她放风筝的 她这会在外面 我不能让她自己一个人 我不能言而无信 所以去活动是幌子 你其实想带你老婆放风筝 是吗 我答应过她的 我不能不收心 我以为那时候的答应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不行我要去找风筝 真的不行 老婆 要凶我 好了 药箱就二十多分钟 等药箱过了你就正常了 好不好 可是我气不得我把风筝放在哪了 我要去把它找回来 等你好了 再去买一个新的就好了 买不到的 那时候亲手做的 我都做了好久 把她找出来 你不能走 你推我 你力气太大了 我怕你跑掉了 那你也不能推我 好好好 对不起 我下次不这样了 原谅我好不好 你还有下次 好 我错了 没有下次了 你乖乖睡觉 睡醒了 药箱过了 你就正常了啊 不行 那你要叫我宝宝 你叫朋友都叫宝宝的 我不是故意看你手机啊 只是你上次低着头 玩手机的时候 我如果看见了 宝 宝 哎 哎不行了我让去找我 他为什么突然亲 嗯 嗯 嗯 现在好了吧 嗯 阿世 你醒了 嗯 有没有 人家里不舒服啊 老婆 我头头 哎 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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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盛先生在脑震荡 未痊愈的基础上 大脑持续兴奋五六分钟 脑细胞承受不了疼痛 然後引导他 哎 社副长 您在照顾盛先生的期间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我们好好对断下药 哎 别问了 等会师哥醒来 做一个全身检查 不就能对症下药了吗 嫂子 现在师哥也没什么大事 要不你去隔壁休息 不然等会他醒来 看到你这个 都会担心他 主要是等师哥看着你 这一脸虚弱的样子 我就得下去见我太奶奶了 那就麻烦你们 帮我多照顾一点他 小事 喝点水吧 阿世出车祸了 我知道的小姐 姑爷 姑爷现在没有事 没有生命危险 对 他没有生命危险 孙小 我一听到阿世出车祸了 我真的好害怕 我爸他和爸爸妈妈 一样回不来了 我倒是觉得 如果是我能替他 出车祸就好了 小姐 先生和太太 在天上 一定会保佑你和姑爷的 你现在 首要的是调养好身体 以后才能照顾姑爷 孙嫂 一直以来 我都不相信神明 但现在 如果爸爸妈妈在天上 能听见的话 我只想求他们保佑 神使这一辈子都平安健康 师哥 你醒了 医生 还有什么问题 人已经醒了 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轻微冷震的 他的后果就是 可能头会跌痛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查出来了 我的车祸是怎么回事 查出来了 撞你的人是韩振华 他人现在已经被送去精神病院了 不过我已经跟院长打了照 精神病院 对 他好像精神失常了一样 喊他喊杀的 嗯 不知道是不是 他实际团想到他 给他压力太大 哎对了是 嗯 你小姨听说你 车祸赶回国了 是吗 对 不过你付 带子 不是一直把他留在国外 作为签证的人质吗 怎么这次突然帮他回来了 因为 我和他合结 我以后不会再阻挡你的总统路 这辈子会安稳待在这里 但同样 我希望你能把我小姨 平安送回国 你那么既恨我和秦阿姨 又吃了那么多的口 直服那么多年 不就是为了绊倒我 你真的愿意放弃 我对那个位置本来就没有兴趣 不过是为了怨恨 想看你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但现在 你已经配不上五花大把的事情 去针对你了 我有了更重要的人 这就是你联合的理由 哎 我不懂 你当然不懂 你永远配不上这事情的心和爱 原本我想拼尽一切 把他拉下水 就算死 我也再所不辞 但现在 遇到你嫂子 就像 跟她度过生活的作用美好 并且 跟她共度余生 师哥 说到嫂子 你还记不记得 麻药没推的时候 真麻药 你不记得了 我需要推到什么吗 不是你有啥说啥 你笑啥 你好好说到底啥 我是真替你高兴啊 师哥 你看别人遇车祸 断胳膊断腿的 还得身体结实啊 只有骨折和擦伤 你要是真没事 你就是把车给我开过来 我坐到封城还在车上 要是被你嫂子发现 怎么办 得了 交给我吧 去 哎 嫂子 胜哥醒了 医生检查过了没什么事 你快进去吧 嗯 平时胆子小脸皮薄 看两眼就脸红 没想到在我昏迷的时候 他还挺放得开 坐 啊 不敢看我 呦 呦 我没醒的声音挺大的 怎么 光正大就不敢了 嗯 什么 你承认我没睡醒的声音都都惊我 我不笑我 我 我没有 没有吗 嗯 那 闭眼亲我亲的那么头雾的那个人是谁啊 难道 还有第二个呦一 我 唉 我们是夫妻领过证的 你亲你男人 就不违法 嗯 别说了 呦一 你想亲我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我 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只要你跟我说了我绝对满足你 不过得等我醒的时候 因为这样 我才可以让你亲着 我都知道了 别再说了 干嘛 干嘛一直看着我 我我我脸上有什么吗 有啊 有什么 有点好看 愿意 我发现你没那么丑啊 有点好看 想的 好好的人怎么就长了张嘴啊 哼 月夜 嗯 你刚是不是又放我白眼了 没有 我夸你漂亮 你这是第二次放我白眼了 这胆子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少爷 金城面院长来了 要汇报一下关于韩正华的事 我知道了 月夜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吧 就为了你刚刚的行为输罪 嗯 好 走吧 少夫人 您和少爷吵架吗 没有 他抽风呢 韩正华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了 是的 我们诊断了三次 不像是装的 不过 韩正华既然是会董事长 崩崩玉这么多年了 按常语来说 不应该心理承受压力这么弱 恐怕是遭人陷害吧 韩正华为救公司拿着之前的事威胁顾清平 而顾清平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医药产业 想要换他的药 简直易如反掌 警局的人也来过了 不过他这个经济状态 用了很多方法 都没有冲在嘴里掏出有用的东西 我有一个办法 你们去准备一个全黑的房间 准备好夜视监控器和录音笔 关他15天 这一个人在黑暗情况下待这么久 会得幽闭恐惧症的 他的心理压力扯入尺寿也会打到顶点 这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就算以后见了点光也能很难恢复正常 这种残忍的摧毁人的心理方法 盛夫人您 院长您工作认真 上帝是不会辜负努力的人的 好的 明白了 夫人 这一晃都大半个月了 盛总的伤也算是好 刚才盛管家已经联系我说 盛总已经安全出院了 叫人把这几件都包起来吧 咱们再去下一家给阿石挑几件新衣服 好的 阿石 我今天去逛街给你买了一些新衣服 你去试一下吧 又买衣服 上次给你买的那件不是在车户里弄破了吗 我就想着再多给你买几件 我买的都是我觉得你穿着会很好看的 你看一眼 喜欢吗 一般 你是不喜欢吗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那我都拿去退掉吧 买都买了 以后别买这么多 买的这么勤 你会不缺衣 一口 可是我喜欢给你买 我逛商场的时候看见合适的就想买给你穿 以后你的衣服都用我来买好不好 嗯 你喜欢就买了 那你快去试一下 去吧 全都要试啊 对啊 你要是不合适的话我再拿去换吧 以后少买点买这么多 试起来多浪费时间啊 哦 快去上去 真好看 比商店里的模测穿着都好看 开心吧 那你明天穿这身去上班 穿什么都一样 好 那我去洗脚了 真烦 以后你买了那么多衣服 非让我洗 嗯 哎 干嘛 少爷你觉得今天有点奇怪啊 那奇怪 哎 平常去成练啊 哎 今天下楼后啊 就在别墅里面走来走去 而且啊 他这件衣服啊 哎 什么时候买的啊 我怎么没见过 这是昨天小姐在商场买的 哦 哇 赵爷真心 嫂子有眼光啊 啊 是 你最近干什么啊 啊 没有 墨西库打来的视频 嗯 不过你最近有没有空出去玩 还是上次的锦修庄园吗 啊 我有空 啊 那好 那我先去上班了 晚点回来接你 嗯 盛太太 韩正华的邪凶动机被查出来了 前阵子还是投标失利 她对盛少怀恨在心 精神不正常后 开车上街 看见身上就撞了上去 另外 你交代的录音也已经有了结果 我发到你邮箱了 小姐 不是我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武清平准备的药 尊平堂把药加进你们酒里 我只是让人解断了车子的刹车而已 别找我索命不要找我 别过来 走开 现在知道害怕了 当时做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会被冤魂索命啊 孙嫂 找人把这份录音发一份给顾清平 小姐 我不太明白了 顾清平伪善 牵扯的也不只有我爸妈这一件事 只有死人的嘴是最厉实的 他怕韩正华说出这么多东西 自然着急把人处理掉 小姐 你谁想看这么多妙狗 嗯 找人看好韩正华 却把他前脚死在医院 后脚我们就夹到医院里形成嘴巴 这次 我要一箭双吊 太太 今天天气不错 最适合放风筝 我就知道 带我来检修庄园就是为了放风筝 阿世 你 这风筝 你 你不喜欢 这风筝一样是很别致 是你买的吗 是先手买的 啊 就路边顺便便利店买的 哦 什么时候买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呢 可是这风筝看起来像是手工定做的 便利店的那些应该都是工厂里定做的流水线风筝 阿世 是哪家便利店呀 你要就拿着 不要去扔了 当然要了 这么漂亮的风筝扔了多可惜啊 这只风筝是除了我爸送我的那只以外 我收到的最漂亮的一只风筝 阿世 陪我放风筝吧 太幼稚 你自己放啊 我跑不动 你就帮我让这风筝飞起来嘛 不好 哎 快 风来了这边这边跑这边跑哇 飞起来了 哎 你说师哥叫我们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啊 这不是狗粮吃的我真憋得慌 还好吧 我能腌下去 你为什么看起来心情还不错 看来你扛秀恩爱的能力很强啊 我有工资了 拜身交友 没话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啊 这么小啊 嗯 很漂亮 和我心里想的一模一样 也不知道是哪家工厂做的 这么符合我心意 没演 嗯 我明天出差 等我出差回来 我想把你妹子收起来 睡我辈子的 小姐 嗯 这个中药是医生新配的 比以前的药苦 刚才精神病院院长打电话来 说韩正华被独自在精神病院 尸体已经送去火化了 凶手被当场抓住 嗯 还有这个 顾氏药业六十周年庆 嗯 这次顾清平赤巨资 邀请了华中地区所有上流圈子的人 以及合作伙伴 可惜啊 他马上要被抓走了 这个庆典办不了了 不 让他办 小姐 我想要在他们公司的庆典上把他抓走 最好是在他念至词的时候 也让他尝尝这个从云端掉入地狱 生不如死的感觉 好 我马上让人安排 应该是阿世回来了 我去接他 阿世 这是跟阿世领证的妻子 是的小姐 邵夫人 带尊和秦木兰为了压制阿世 打着为他好的幌子 为他选棋 阿世选了那么多 一个都没看上 最后 没想到自己选了这个来路不明的 就万一成那边的人 小姐 这是阿世的亲属 小姐 小姐 说不上人很好的 心地上去 单纯哟 你才跟他相处了多久 甚说 这人心隔肚皮的道理你还不懂吗 小姐 你刚回来 这车楼顿着 要不去客房休息会吧 不用了 我等阿世回来 你也下来吧 我们聊聊 太太 阿玛小姐是老夫人最小的女儿 也是少爷的小姨 五年前 因少爷犯错 被带针禁足 阿玛小姐 则留在F国 用来牵制少爷 那就是人质 而且是为了阿世 在F国做了五年的人质 少夫人 你可别关心你去啊 小姐她从来到大 脾气就是这样 我知道了圣叔 我喜欢吃菱角 就麻烦你坐下来帮我播一下 好 阿世呢 五岁 就被我母亲接到了身边 我虽然居住在国外 跟她相处的不多 但 毕竟是一家人 所以呢 自愿在F国 囚禁了五年 我想啊 这世上所有的亲人 大概也就是这样 但如果是外人的话 就不会做这样的牺牲了 你说对吗 余小姐 阿世回来了 不再让我来 小媳妇 你刚才手都红了 你背拨了 小姐不知道抽什么缝 这么针对你 等少爷回来 我一定会如实告诉她的 谢谢你阿世我说 阿世你出差回来了 五年没见你变化好大 小姨 先进屋吧 趁叔做好了晚餐 我听说你之前出车祸 生意全好了吗 全遇了 那就好 看来我查得没错 果然被那小丫头片子勾得死死的 刚出差回就只顾着找那小丫头 真是被吓了你一会要 我出差回来 你怎么不去门口接我 我看小姨去接你了 我就没去 小姨是小姨你是你 不容易 你在家里我回家 你都应该去门口接我 我下车就想再门口接 好 我知道了 曼姨 是不是对你说的不好听的话 没有啊 真的 嗯 我出差的时候 正好给你买一个 谢谢阿世 你手怎么了 我当出现的时候 不小心磨到手了 是吗 嗯 孙嫂 小姐这是今晚的药 小姐你怎么不直接跟姑爷说 曼小姐是刻意针对你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站在我这边 你是希望得到姑爷的偏忽 但是又怕失望 所以不说的是吗 一边是他的亲人 一边只是协议上的棋子 孙嫂 我真的不确定他会站在我这边 是姑爷 吃过药了吗 嗯 吃烤 结果的 嗯 是妈让你剥灵脚你就剥 怎么我以前说话没见你听人听呢 出差前 我说把被子收成一床 我回来看你还有两床呢 可是圣曼是你的小姨 找废 那又怎么样 我跟圣曼没那么少 不过就是逢年过节见一面 我确实欠他个人情 他在国外被人囚禁了五年 但是这也不用你来还 你是我的老婆 又不是 过来打工还债的老公 嗯 你干嘛老是低着头啊 嗯 又一眼 我发现我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都奄奄的 你怕我吃了你啊 但是你凶起来的时候 真的好像会吃人 你以后除了我 别人说的话 你都可以不用听 不要像个呆挂一样 老是被人欺负 嗯 但是 小姨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你夹在中间会不会为难呀 对不起 今天是我回来晚了 让你说我没吃了 有个眼 我再重新说最后一遍 别人说的话 你根本不用听 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我说什么 嗯 阿世 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 我和小姨同时掉进了水里 你先救谁 你想我先救谁啊 先救我吧 我身体不好 强口水就死 宇文艺 嗯 你是不是特喜欢我 宇文艺 你不仅敢翻我白眼现在还敢推我了 我今天不收拾你 我跟你信 阿世 你在干什么 我在拨棱角啊 我拨的 一定比宇文艺拨好吃 这桌你都要拨 嗯 我今天正好不上班 收拨好好给小姨拨棱角 他这哪是要拨棱角啊 分明就是给宇文艺出头 阿世 我昨天就是人 唯一开了个玩笑 我不是认真的 手都拨红了也是开玩笑吗 昨天是我态度不好 等我早餐的时候 我跟唯一道歉 林角伤手 波多的对手伤害很大的 林角伤手 不能伤你我的手 就能伤唯一的手是吗 小姨 这里是我和唯一的心房 不是正家别墅 唯一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您只是客人 阿世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姨 我知道你喜欢观景 我给你买了大平森观景别墅 你搬过去吧 阿世 我昨天才刚到这 你今天就让我搬出去 观景别墅是一个月前买的 本来就没打算 让你住在这里 阿世 我们才是亲人 她与唯一只不过是个外 小姨 想要闲着没事做的话 就跟我一起波林角伤 小姨 不要让我一再波林角 我拨了手 我去参加宴会 我希望回来之后 你自己离开了 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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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回来晚了 害得你捧着彭林角伯 今天我家被拨回来 小姨 有与你 谁也不能欺负你 没有怪你 知道 你舍不得怪我 有与你 心疼我了 嗯 我是 心疼你 有与你 有与你 抱歉 抱歉 各位啊 招待不招 请多多报寒啊 多多报寒 哪里的话 郭老爷可是圈子里面 里数最都道的老好人 是啊 这样的佩服的还是郭老爷的善心 每年都向社会捐赠大量金钱和药品 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比不了的格局 听说郭老爷子前段时间还资助了一大笔钱 方中寺庙打造佛祖金生 大家都夸老爷子是个大好人呢 哎呦 哪里 哪里 这只是我顾某人 我尽了一点连不过之力 实在 不足挂齿啊 不足挂齿啊 贵心事做多了 心里肮脏 天天拜佛 小总 你 你可真会开玩笑 顾老爷子跟我说话吗 我在跟我家老婆调身家的家室 听说钱正几个二堂就杀了人 在家烧香拜佛 不做亏心事不怕葛敲门啊 郭老爷 你说对吗 盛总说的是 但是情缠既得 非一日之计 得 郭老爷 现在您的倔词时间 应该是别说就这么用了 想当初 家父把家族的单子交给我 只可惜啊 药业还没有上市 家父就先一步故去 如今 故事药业成立六十周年 一度成为华东地区最强的制药领域 领域行业 别人不财 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上顶已故的王父 在天之灵 顾清廷 我们有政治怀疑 跟你谋杀 请配合我 前往警局接受调查 郭老爷 我爸十年如一日都死 他心比菩萨还死 怎么可能涉及谋杀 你是不是搞错了 北上 不要跟其他人也就从来走 我跟你说 是不是抓到的人 郭老爷怎么可能杀人 是啊 郭老爷是华佗在世 捐药就有人说 见过了最好的人了 不过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吧 因为故事吹了 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家吧 阿世为什么要查故事贩卖假药的事 难道他知道了我在报仇 阿世 圣叔炖了汤 我来给你送 阿世 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查故事企业的事了 不是突然 十年轻的假药事件闹得不小 圣台集团的员工 也有因为假药造了秧的 而且韩振华的死 并不能给顾清平定罪 最多只能说明 毒药出自顾家 并不能证明是顾清平指示的 不是说当场抓住了下毒的人吗 而且那个人也指认了 就是顾清平让他谋杀的韩振华呀 那人后面改口了 改口就就自杀了 而且韩振华的死 不能拉下顾清平 但故事贩卖假药的证据可以 不过平时建议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怎么今天突然有兴趣 了解顾家的事了 你的车祸就是因为韩振华 我听说顾清平谋杀韩振华的消息 就多留心了一下 哦 这汤好香啊 圣树炖的排骨汤 你尝尝 好 嗯 你也尝尝 我喝不下了 你怎么还是那个养肥啊 就喝了两口就喝不下了 费气呢 阿师 等过两天 我适应了新的养型 身体舒服一些了 就能像以前一样吃饭 我一人 嗯 你没脾气的吗 怎么我说什么 养型都很快 因为你对我好呀 哪里好啊 你跟我结婚 让我不用被舅舅家去爆发护驾 更想来说就是久了 我的媳妇的堂色伴孙 跟这没关系 嗯 那你带我进盛家别墅 让我吃最好的 用最好的 还请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病 都是因为你啊 我有钱 我只需要吩咐一声就可以了呀 那你在外面处处为我呈阳 一直维护我 你是我法律意义上的妻子 我不维护你 我也要为我维护我自己啊 那你帮我剥领奖 替我出气 在我和亲人之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我 你 我 因为一眼 啊 你是在给我找借口吗 我一眼 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你还有怎么这么好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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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孙嫂你看 今天的月色是不是特别漂亮 有月亮吗 干嘛 你觉得今天的月亮漂亮吗 我瞎了 我好像也瞎了 有月亮吗 这余小时的会 盛总连人总是能三次 也不知道他还想什么 不过盛总好像心情好好 看起来就比平常平级人多了 怎么不敲门啊 抱歉先生 这里有个个文件选你去 你觉不觉得今晚的月亮 好漂亮 很好 先生不止耳朵有问题 眼睛也瞎了 今晚的月亮 确实特别漂亮 先生如果你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出去工作了 喂阿世 工作快结束了吗 快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可以出差的 给你时间 对比情绪 不用 你工作完就回来吧 今天的月色可漂亮了 我有话可以讲 好 先生好 拜小时之后的会议您不开了吗 不开了再办 那您说的出差 也不去了 通知财务部 今晚加把那员工三倍工资 给你五倍 好的先生 先生 您回家如果注意安全 开车慢点 阿世 我半个小时 我半个小时前本来有个会要开 但你说有事 我就提前回来了 我跟你说我 阿世 我爱上你了 我之前总是在回避这种感觉 因为我知道人都是多变的 医学上说 人的感情只能维持三到五年 至死不遇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 我怕你也会变 到时候我准备不充分 承受不了你的变化 但今天晚上我看月亮的时候 突然就想明白了 我根本就活不了那么久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 阿世 只要你答应在我活着的时候 一心一意的对我 我就保证毫无保留的爱你 那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变 医学研究啊 而且我大学本来就学的是心理学 日常生活中 又有很多夫妻感情破裂的案例 白头洗澡的真的很少 那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其中一个呢 于为爷 以后不准出福过程庄的自己 我不爱你 嗯 不盖自己一辈子吧 你不是说了出差回来之后 让我和你一起睡吗 什么 我把被子放进衣柜了 我和你一起睡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就跟你 哎呦 每天签署就算了 嗯 身体 我跟着我点 我应该 穿的 那我们谢谢 幸亏那天我去茶馆了 遇见了宝 你说对不对的我 既然现在决定在一起 那报仇的事就应该和他坦白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 觉得是我骗了他 怎么了 正是 我有一件事要这么讲 你说 我听着 那天傅律师去公司 其实我去公司送饭了 我一间听到他提醒你说 我目的不单纯 他老旧病 你别理他 但我确实目的不单纯 之前你去茶馆相亲 你是被迫相亲 但我其实是故意去蹲你的 我之前查了很多你的资料 就想借助你的婚姻关系 站稳脚端 然后去办我自己的事 哦 哦 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你婚后 有做过什么危害我的事情吗 有设计过我吗 没有 既然如此 我就没有什么好问的 你不敢问我要做的事吗 还有我的目的 人设 你的人设 又乖又蠢 那个小羊膏似的 直顿欺负你两把 你呀 以后只要知道 下雨不加就行了 别逗我不要去 盛世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要做的事了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孙平堂绑架我那天 你就已经知道了是吗 嗯 但你从来都没有揭穿过我 一个字一句话 甚至一个表情都没有 就连傅律师提醒 你说我心思不单纯 你还是站在我这边了 如果不这样 你怎么放松警惕 又怎么会一点点 对我敞开心扉啊 真心换真心 没有时候一厢情愿 都一直付出的 如果不是你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我又怎么会一直护着你呢 又一 你真的比自己想让他还要厉害 就是 岳岳 你现在是不是很感动 那你亲我一下 就当时奖励我了 哦 对了 我今天看到新闻 顾清平好像被保释穿了 嗯 我知道 顾氏翻卖假药的证据 都在书桌上 你可以自行处理 但是有一点 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情 最适合我说 嗯 小姐 按照你的要求 举报了顾北辰 散卖假药 检察院的人 已经把顾北辰 带走调查 嗯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直接举报顾清平 顾家代代单传 顾北辰就是顾清平的软肋 我要让顾清平心甘情愿地 为他儿子去死 还有 孙嫂 当初给我下的毒气 是顾家给的 说不定顾家 也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样吧 你去联系顾家 就说是我请顾老爷子喝茶 好 呦 盛太太 有劳你亲自过来走一走 哦 请坐请坐 盛太太 这是茶馆新道的雨前龙井 据说很不错 您尝尝 顾老爷不用客气 我听说您儿子顾北辰 犯了点事 他应该是被冤枉了吧 哎呀 是啊盛太太 北辰啊是个很老实的孩子 他绝对不敢做那种供应假药 违法犯罪的事的 他绝对不敢的 他不敢 你应该敢吧 盛太太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们顾家的主缺啊 就是卖良心药 所以啊这么多年来 我们始终 叔太太 您就是 看看 孙太太 这 当年的事 你 现在轮到你了 孙太太 当年的事啊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们顾家体业摇摇欲坠 顾家药业 你不能倒在我手里 不是啊 所以呢 我就听了你舅舅的话 干了一件上天海里的事 孙太太 当时 要对你下毒 那是 韩正华提的 是他想毒死你 唐明德 他也赞成 我呢 只是提供 药了 是你舅舅啊 他亲手下毒的 这 这真的与我不关的 啊 对了 孙太太 当年那份毒剂的成分呢 我还留着呢 需要的话 我毫无保留的提供给你 而且我帮你寻找解药 找解药 这份证据会在三点前提交法院 陆老爷子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你 你 我当中就不应该手软饶你命 就该让你去死 我跟你说吧 就你那边根本就没有解药 盛世 他权势再大 啊 他的资产再凶后 就找来的名医 再高明 他也治不好你 你永远不会痊愈的 你儿子顾北成的命可握在你手上 如果你能承认十年前的犯罪事实 并将顾北成偷换假药的事揽在自己头上 那么顾北成就会被无罪释放 机会就这一次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 你 你给我回来 愿意 你 小姐 怎么样了 我没事 顾清平说没有解药 应该不是假话 这天 小姐 咱不怕啊 顾爷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不过顾家有当初毒药的成分 你想办法查一下 喂 去跟顾清平见面了 嗯 放心吧 我没事 你给的保镖我一直都带着呢 还算聪明 嗯 你出差什么时候回来呀 还有几天 啊 这周六就是情人节了 我想过这个节 你看一下你的出差安排 如果你能回来的话 我就在家等你 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我就去找你 能回来 等我 诶 师哥 你瞒着嫂子叫我们女儿过来干嘛呀 笨不笨啊你 既然把我们都叫来 那肯定是要跟我们家唯一宝贝一个提起来 对吧 谢谢 没错 不打算在七夕的时候 跟唯一告白求婚 求婚 你们不是已经结过婚了吗 还求什么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先生昨天和太太是契约婚姻 没有婚礼 现在 两人两情相悦 这别人有的 咱们家自然也要有 那 需要我们做什么 陈伟 我不是让管家告诉你 待在家里不要外出吗 你 你什么时候 能让我安心一点啊 爸 我真的是被冤枉了呀 你为什么要来自首帮我出去啊 当年啊 你爷爷把公司交上我手上的时候啊 故事就出现了债务危机 我没办法 只能在药品上面打主意 就卖了那批假药 爸 我现在自首交代十年前的事儿 大家只会以为我是惯犯 不会牵连到你 顾家 一脉单纯啊 现在 只能依靠你了 怎么会这样 这么多年来 我们顾家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这不还都是 余威仪的祸害给害他吗 余威仪 怎么会 余威仪他不就是一个随时会死的病秧子吗 爸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知道 你对余威仪有点意思 但成北啊 你一定要记住 顾氏家族沦落到今天 是和余威仪脱不了干系的 你接下来啊 一定要振兴故事 让余威仪下第一 配葬 爸 爸 余威仪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故事总裁顾金平 畏罪自杀 故事要演细之间倒塌 喂 阿世 你明天几点的飞机回来呀 下午三点 好像九点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到时候 我让司机去接你 嗯 我下飞机就赶过去 那你会不会太辛苦了呀 好不容易结束了工作 还要坐六个小时的飞机 回来陪我 其实我们一起简单 散着步也可以的 那就去散步啊 嗯 那我等你回来 不一 怎么感觉你有点勉强啊 我就是怕你太累了 你难道 真的只是想和我三个步骂 心疼我 其实你每一次出差 每一次加班 我都很心疼你 只是我不懂得公司运营 不然我也想帮你一下 嗯 师兄 我差过门了 哦 没被骂就行 东西都准备好了 莫少 傅律师 以及林小姐 我都接洽了一步 不会有任何失误 嗯 先生 您 紧张吗 这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 好吧 先生果然是做大事的人 不像我这个小助理 先生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出去工作了 嗯 赶紧再复习一下 喂 今天是七夕 阿世晚上 要赶回来陪我过节 你等我一下 嗯 好 拜拜 小姐 这是今天的药 小姐 孤家那边的毒药药方已经到手 交给医生去研究了 相信要不了多久啊 你身上的毒就能解了 你就可以和孤爷白头到老 嗯 又又又又 你给肾上还准备礼物了 你自己设计的 当然了 全世界仅此一美 你这么用心的给肾上准备礼物 他如果没给你准备怎么办 不是说他飞机刚落地 之前一直都在出差 可能没空准备 他人到了就好 哎 男人不能这么放纵 会宠坏的 盛世不会 他也是男人哎 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 嗯 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是我 爸 啊 到了 找你的男人去办 一月一 我知道你会来 所以我等 是阿世让你 唯一 你是我办别的事 不许别人更改他 可以 我想跟你走过一座桥 桥在这边是青丝 桥在这边 是白发 阿世 唯一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因为你想给你 有一个 水落不了 我愿意 阿世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谢谢你 你给你戴上 我 喜欢吗 喜欢吗 我也很喜欢你的礼物我拉高 你刚叫我去了吗 你再叫一遍 不 我不叫 我管你再叫一遍 就不叫 叫吗 你 我愿意 去死吧 我愿意 顾北辰逃藏了几天 已经被警官抓捕了 少爷不是派着保镖 常年跟在少夫人身边吗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情人结起 那天情况特殊 小姐就没让跟保镖 谁生会这样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由于身体本来就比普通人脆弱 又接着上 事情过多 主要是体内毒素反扑 没有解药 老师 少爷已经在里面 冬眠不秀已经好几天了 如果少夫人再不行 少爷 哎呀 哎呀 好 对不起老公 让你担心 让你担心我 是我没用 没有保护 那个是例外 跟你没关系的 老师 你去换一套新衣服好不好 带我回家 反正家里面有医生 我不想在你远离 嗯 那你等我 嗯 医生 我还能活多久 毒药板铺 你之前大半年喝的中药 跳泳的精神器 现在都豁着一句 你 最多还剩一个月 还好 还来得及 陪他过最后一个生日 嗯 我知道了 阿世知道我的情况吗 目前还没有通知身上 先别让他知道了 还有 有没有什么 能让脸色红了一点的办法 综医配合针灸 可以掩盖病情 不过 这样的话 临终那几天会特别的痛苦 你要慎重考虑 那就针灸吧 我不想让阿世带死了 少爷 解读的方式研究是怎么样了 毒药的成分很复杂 遗柜的时间 不足以分清毒药的种类 沈叔 你去办理厨人手续吧 还有 我看监控的事 不要告诉他 好的少爷 小姐 你从 孤爷 二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生日信 都写完了 孤爷 马上要回来 你歇一歇吧 孙嫂 我突然想了很多 在我和阿世的战群中 是我太自私了 我太想得到他了 我甚至都没有为他的未来考虑 我都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 阿世得有多少心难过 小姐 你别这么说 你的病会好的 孤爷已经在准备婚礼了 再过几天 你就是 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子 孙嫂 我真的好想哄孔孝 是 我 谢谢 小姐 我没事凶桑 那睡回来了 我答应要陪他说二十五岁的生日 我要和他做难道 好 我的阿世好聪明啊 才第二次做单招 都不用我讲了 那等我 我能聪明 不行 生日快乐阿世 快 许个愿吧 好 老婆 别跑下我 别跑下我 妈 你说这个顾清平真是个老狐狸 还好是个没有放弃找到了解药 嫂子才能被及时救回来 要不就试困那个状态 怕是嫂子过去没多久了 她也得跟着去 这就说明上天都不想让他们分开 想让他们白头到老 成九九 说的没错 沈先生 我叫余威依 是自愿来给你结婚的 哦 是吗 那你有什么优点啊 优点就是 我可以长命百岁 陪你走完一辈子 沈先生 跟我结婚你可不会吃亏的 嗯 我去那